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早啊 我每天每次不都是9点59分开播吗 哈喽 早上好 哎呀呀 一上来就飞机了 脸瘦了吗 没有 可能是这个美颜的效果越走越好了吧 大家早 大家早上好啊 大家早上好 吃早饭了没有 我没有自然醒这件事情好吗 如果要等我自然醒要到下午2点 我是没有闹钟怎么可能醒过来呢 我要自然醒要到下午 怎么解决情绪问题呀 我以前出过一门课 叫啥来着那个课 情绪管理 情绪管理十套方案是吧 我忘了要不你去看看 我忘记我是怎么解决情绪问题的了 你要不去看看 好久好久好久 两两三年前我出过一门这个 多带这个翡翠 每年夏天都要能看到他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在周二的早上10点准时来到我的直播间 小爸爸来了 今天好准时 今天好准时 小爸爸在干嘛 好努力 还好吧 我没有很努力 我真的没有很努力 我觉得我跟很多人比起来 我一点都不努力 我觉得我只是脑子比较勤奋而已 而且我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躺着饮尿睡觉好的呀 那你就边听我边睡吧 一下子就催眠给你催着了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角点个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灯牌 再加个粉丝灯牌 加了粉丝灯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 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我们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UV 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啊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 给你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 后台撕我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大家 哦对了 我们又上线了一个新的东西 哼哈 哼哈class啊 我们又上线了一个新的东西 哼哈class是线上的 明天晚上10点钟 开我们的第一场 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圈圈里面关注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500多个小伙伴报名了 好吧 来我们直接开始连麦吧 我们直接开始连麦吧 不是的 我们从这一次开始做的这个哼哈class 每一节都是只有干货的 而且我们可能是每个月上线一次 每个月上线一次 直播class 哈喽你好 哈喽曲曲 我的声音清楚吗 清楚你说 是这样的 我在 我是在围城内四年了 然后呢 在这四年内 我老公他都对我很好 情绪价值给的也很高 然后他赚的米全部都上交给我 婚后呢 我们买了一套房子 也是写的我一个人的名字 然后他的年收入大概是50到100个 我是20到30个左右 然后我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发现他在外面有小C 而且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然后我之所以没有发现 就是一个是我这个人神经比较大条 然后呢 而且他之前的表现吧 就让我选择无条件 相信他 然后呢 另外两点就是 他在这个期间 还是把所有的米都交给我 就是谁搞小C不花钱呢 就他就没怎么花 也不知道他怎么好意思搞 那不是挺好的 那不是挺好的吗 就是他在我面前 你这不用焦虑啊 然后他在我面前 还有他父母面前 还有共同朋友面前 都表现出来 就是因为疫情 然后事业上面的亏损 让他很抑郁 所以他就是表现得很低落 这种情绪的包装下吧 让我觉得他 也没有任何心思去搞七搞八的 然后我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吧 我就反正挺震惊 挺震撼的 但是我也没有起跳 我反而给他提供更多的情绪 情绪价值观察他的一个反应 就是然后不知道他是出于愧疚 还是就是真的爱小C爱到无可自拔了 他跟我提出扯快了认了 然后我就假装我就同意了嘛 然后我就去出差了 然后通过朋友圈的那个 一些包装啊什么的 然后发一些照片 勾起我们共同的回忆啊 然后他就突然来我这个城市来找我了 然后就是也不说话 就是框框就是哭 哭了两天 我看他这么磨磨唧唧的 我就直接把这个事挑明了 然后他当时就是跪在地上求我 说希望我能给他一次机会 他希望能够继续跟我继续的 然后呢我就提了我自己的条件 第一个就是他需要跟那个女的断掉 然后转的米啊礼物啊 全部都要回来 然后他确实做到了 已经全部都还回来了 也断掉了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离开他现在工作的城市 然后跟我一起回我的城市 他也接受了也OK了 已经在办那个离职的东西了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我需要他跟我签一个 围城内的一个财产协议 他一开始是完全同意的 然后现在律师呢 把这个协议写出来了 他又不同意了 然后然后我们现在就因为这个协议 闹得就比较僵 昨天晚上就就就开始决定 要不要走诉讼 反正就是开始有点吵起来的 这个意思了 然后我现在就想听一下你的想法 就是要不要就是离婚啊 然后怎么样 注意一下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核心是你想不想过 核心是你还想不想过 因为我现在考虑的是 拋开这件事情以外 你觉得你还想不想过 拋开这一件事情 如果没有发生的话 我是很想跟他过的 你如果是很想跟他过的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我建议大家还是交易思维 交易思维就是 你可以开价 别人可以还价 这个就是交易思维 最终的目的是把这个是盘元 就是说最终的目的是 双方对这件事情最终达成一致 对吧 那么这个事 最后就能往我们想要的方向推进 而不是说我开了一个口 我提出一个东西之后 然后你就彻底的全盘接受 或者怎么样 那这个就是不能说明 你是真心想往下过的 明白 就是如果现在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 就是如果我们两个扯快乐阵的话 那我就可以去留学 然后我留学的话 我会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offer 大概我可能一年能够赚一百到两百个 你应该有小孩吗 还没有 就是我现在就是我比较纠结的点 是我非常想要一个小孩 你多大了 我三十二了 你三十二是吧 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可以 我觉得你就算是留学或者干嘛的 其实也可以在你的婚内处完成 实际上 但是如果我去留学的话 那就代表着实际上我们这个就已经破裂掉了 对 但问题在于你还可以给自己一些考虑空间 时间对吧 因为这件事情现在他的认错态度是很OK的 其实你们也是普通的家庭 说白了 对于他来说 为什么会在财产这件事情上面咬死 是因为第一你们没有小孩 对吧 你们还是纯粹的 其实无非是加了一张证的恋爱关系 你们没有小孩 你们并没有成为真正的所谓的家人 第二 他是一个普通人 他不是一个多么牛掰的人 他给到你的这些东西 也是他的老婆本 对吧 他所有的东西给到你 万一你未来不跟他好了呢 他一定会给自己算这个账的 现在他已经犯了一次错误了 对吧 万一你未来不跟他好了呢 那他后面是不是就一无所有了呢 但是这个协议里面 我的所有的前提都是 如果他再次出现这种行为 财产就会怎么怎么样 全部以他 你这个律师也是有点 如果他再次出现这个行为 就是PC的这个行为 还是PX的这个行为是吧 PX的这个行为 这个行为要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是很难被定性的 这个东西是很难被定性的 你这个协议像这样签 你都没什么鸟用 你这签了个啥呀 这个东西很难被定性的 亲爱的 你找的这个人 你也不太 找这个律师也不太行 你就现在约定多少份额就好了 你说什么约定什么 下一次再有这个行为 这个行为你要怎么去抓 怎么去定性 非常非常难的 你这个协议到最后是没有意义的 你这个老公他是不懂 他懂了 他就给你签了 明白了 我跟你说 找的好一点的律师知道吧 把这个东西做的让你老公看一看 他觉得好像我做退让了 我做退步了 其实我是在为了我们这个关系往下走 我已经退让一步了 我做出一部分的这个 婚内财产的分割协议 是这样子 让他觉得你退了一步 实际上你前面那个协议根本就没有用 明白了 好的好的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我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呢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决定又重新和好之后 就是我的情绪上面是很稳定的 然后对他也是蛮好的 但是他没有明显的情绪的一个补偿 我觉得他在对待我上面没有明显的就是变好了 然后就是补偿 在情绪上面补偿我啊什么的 他都没有做出来这个行为 我跟你讲啊 是这样子的 本身啊 你要明白 有几个点 第一个点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当中 他一直以来可能都是付出的比较多的那一方 他本身做出批差这件事 很有可能就是源自于他自己的一重不平衡 跟补偿心理 你有没有考虑过 嗯 如果他本身就是因为对现在这个关系有一重不平衡跟补偿心理 他才批差 对吧 他现在回来了 不证明他的这种补偿心理消失了 不证明他的这个不平衡感消失了 对不对 其实你们中间很有可能他本身就已经有动 明白吗 他做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为了补他自己心里那个动 所以你是什么 你还要试图一直去攫取他的这个情绪 事实上从他自己的 他的理性层面也许他认为他应该做 但是从他自己的感性层面上来说 他觉得他很不想做 因为本身他就是因为他他某些点上面他觉得不爽 他才做了这件事 他现在回来了 他觉得我已经有认错态度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呢 为什么永远都要我来妥协我来让步呢 为什么呢 他的内心会有他的这个不平衡感还会放大 嗯 好 你刚刚考虑考虑你自己有没有说 真的想要修复这段关系的概念 我认为啊 修复关系是双向动作 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 你要冷静的思考一下 或者说你们谈一谈 到底他认为你们的关系当中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 先做出就是说财产分割这件事 婚内财产协议这件事 做完了以后 你立马把态度软忍下来 然后你来示弱 然后你要摆出一副 我已经觉得你买单了 那么OK 我就这个事我就翻篇了 现在我想知道 你认为我们这边出了什么问题 那么我也需要做到我能做的 我认为是这样一个流程 好 我明白了 好吧 嗯 好就这样 谢谢曲曲 拜拜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怎样点关注 我跟你们说 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 我们啊 不能因为一件事情的对错 而否认对方的全盘付出 知道吧 很多事情 它不是一件事情定生死的 很多人他就是这样 他因为一件事 然后他把对方做过的所有的事情 一口武器全部推翻了 然后就认为人性怎么怎么饿了 然后就认为感情多么都不可靠了 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你自己从头到尾在这段关系里做的都是好的吗 你自己在这段关系里从头到尾都让对方很舒服吗 其实你不一定做到了呀 对吧 很有可能你根本一直以来都是在这个关系里汲取养分的那一方 对方一直是付出的那一方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有的时候冷静下来想一想 当对方犯错或者干嘛的时候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不是一个永远不犯错的人 而是一个犯错了以后愿意去买单 愿意去承担责任 有买单意识 愿意去就是做出一定的承接措施 他愿意接受 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而且一旦对方接受了以后 你要立马开始反思自己曾经在这个关系里的问题 然后自己也要同时做出修正 对吧 这才是两个人都有想把这个关系影向好的方向的一个表示 对吧 而不是让一直承接对方 一直让对方付出 这个其实也是很不健康的一个行为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点关注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1或者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们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 四我们下播以后一一回复你们 虽然我们的直播间大面积的时候 讲的都是一些相对来说 比较金字塔间的 这一波 就是物质非常充盈的 这一波的人群的情感解决方案 但是有没有很多很多 只是在一个很正常的婚姻关系里 因为听了我的直播 长时间听下来 你们的夫妻之间没有矛盾的 有吗 有的给我扣位1 我看一下 男女朋友之间夫妻之间 你发现在长时间听了我的直播之后 你们的矛盾锐见 有没有 应该还是有很多的 对吧 对的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的很多逻辑 它到了真正的普通人群的层面的时候 它变成一个降维打击逻辑了 真的变成一个降维打击逻辑了 有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去参与这么浮夸的人生 但是就你们自己的 平常的情感关系来说 其实你们也会发现 自己的心态摆正了 能量正了 你就不内耗了 对吧 来我们下一个啊 我觉得金贵的关系适用于所有的人听 真的适用于所有的人听 因为它也适用于你们 生活当中的任何一种人际关系 只要这个人际关系是能给你带来价值的 对老板 对甲方 对有价值的朋友 向上社交当中的所有的这种人际关系 它都适用 F80的人家是听飘了 没事 你坐着 你坐在这负责那个打呀 好吧 好吧 哈哈哈哈 唉唉你 你知道嗎? 我的媽呀這個怎麼這麼難點 哈喽你好 终于连上了 哎呀我的天老公是了 快两个礼拜了终于连上了 你们在海外真的很不容易 然后我就是那个普通人 然后听票了的 现在看不上我老公了 来来来来讲出你的故事 我准备我要娶娶我的狗了 先讲一下我老公吧 他就是他他爸以前曾经做过 然后呢做过什么 曾经做过什么 曾经做过点生意 曾经还比较成功 然后呢所以呢他就比较无忧无虑 然后呢也也比较纯真 然后当时呢我就是看上他 这么纯真这么可爱 然后呢那个 对然后当时是旅游认识的 然后他是看上我一个是 就是教育程度好研究生学历 那我又是当老师 他觉得将来那个养育娃方面 很有优势 然后呢他又看中我 那个他觉得我精彩 金钱关啊脑子还比较好用 然后呢他这个人就是希腊舞弊 他啥也不想玩 他就希望就是将来有人 帮他打理一切 他就他就上靠劳 中靠老婆 下靠小 这就是他的人生理想 所以呢当时反正就是 大概就是这样子结的婚 然后呢 婚后这么多年就是一直 他他就是把所有的钱都给我了 然后呢然后呢就是啥也不管了 然后呢就就就由着我各种就是买买买买理财 或者是买房子啊各种投资啊 他他就是就他就是完全的就交给我了 然后呢嗯他也不出去工作 他因为反正一是贪婪 二是他也跟这个社会无法无法相容 因为他稍微累一点 他就不愿意了 但是呢因为因为结婚前几年 我们都是在养了两个小孩 然后孩子小的时候也没有老人帮忙 所以呢就就他等于是一直帮我在 我们两个人在拉扯孩子 然后呢现在孩子相对来说大一点 也七岁了 然后呢我也开始出来做事业了 然后呢 你别老然后然后的 我的个妈呀 你妈听了我这么长时间直播 也不好好锻炼一下这个表达能力 一句话里面说八个然后 好所以现在就是 现在就是不想跟他过了 然后呢我也 怎么就突然就不想过了 就突然不是不是不是 啥矛盾没有 你就夸的就不想过了 不是 对对对确实是啥矛盾没有 但是就是这么多年就是我 我觉得我非常的累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在打理 就是所有的钱也都是我挣的 里里外外的任何跟人交涉的事情 这个家里家外所有所有事情 我就觉得我养了三个小孩 然后呢你说他要是商业不管 他能给你提供情绪支持吧 那也就算了 但是呢他还喊大爷 他还要跟你吵架 然后我在外面遇到点矛盾 我回来以后他不是宽慰我 他是说你看你你你你这种事情 就老是处理不好 怎么怎么怎么巴拉巴拉 他自己又不会处理 他还要讲我 反正我就觉得他的整个存在 就是拖累我的一个负能量的存在 然后没有他 我和孩子完全可以过得更好 就是就是这么个情况 OK 所以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是他不愿意那个成快乐症 然后呢 当时结婚的时候 他就是我们家原始的钱 都是他爸爸给的我们 然后当时给的是线米 让我们在上海买房子 什么的 然后后来因为结婚后 我们俩不是都没有工作吗 然后就是把就是那个房子又卖了 然后又买其他房子 投资啊什么乱七八糟 等于所有的钱都是从当初 他爸爸给我们的那笔钱里来 他爸给的我们那笔钱呢 当时是让我写了一张纸的 就是声明 这笔买房的钱 所有的钱都是他们出的这个房子 说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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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跟他跟我无关 然后我咨询过国内的律师 然后说是就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所有的增值就都是归他 所以等于所有的财产都是要归他的 但是因为这两年我们已经移民到国外了 然后大部分的财产也已经在国外了 所以呢 所以他并不是一定要走国内的离婚程序 如果按照这里的离婚程序 不要为归 sorry 快乐症程序 然后这里呢是可以一人一半的 就是所以就是我现在其实就是按这里程序走 就是可以一人一半 但是呢他就是不配合 他认为米当初都是他的增值也是他的 他认为应该全给他 我就是有什么呢 跟他好好说的方法呢 让我其实也并不是要一半或者怎么样 没啥好好说 这有啥好好说的呀 这没啥好好说的 你该走程序走程序好了 你人都不用出现 你就全权交给律师就好了 你这个事情只要国外的法律 他是支持的就没问题啊 这有什么好走程序呢 就是我们家的钱就会 因为国外不是很贵嘛 然后呢律师就会分走很多的米 然后我其实觉得没有必要 我们双方能 妈呀小姐啊能不能有点格局啊 你这个你这这么多东西分下来的话 应该也挺多的吧 也没有哎 其实没有多少 多少是多少 你给个数 那是人民币的话算下来也就一千吧 然后如果我们对半分一人能五百 然后当时如果要走律师的话 最起码有一两百个就被律师分走了 可能最后到我这手上 我的意思给律师的部分 我可以给他 能不能就是让他 我们也不要走律师又费时间又费钱 能不能就是跟他 那你就这么跟他聊就好了呀 你就说这个事 我铁了心要这么干 我铁了心要这么干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探讨跟商量的余地 你说如果你愿意好好的聊 那么我可以做出一定让步 如果你不愿意好好聊 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人就搬走了 然后我就直接让律师做程序了 就好了 没有 这种东西没有什么 你没有没有什么 啊我跟你两个 除非我告诉你 除非你你能找 你能找个女的 哎呀他一下子很爱 很喜欢爱住了 那差不多 那不 他整宅家里人都不出门的那种 那就没有办法 好吧 你不要抱着脚心心里好吧 就就就就 他就他就不同意耶 他就说你去打官司 就是他不想 哎呦那就去嘛 那就去啊 他说白了他就是 反正我不同意 哪怕你那个我无限拖延时间都可以 他就这个意思嘛 那你就只能去了呀 那就是说让法院判 判下来他就认 因为有个强权告诉他必须得这么做 他因为他不想做这个决定 对呀没问题呀 他说的一点问题没有啊 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会这样的 可是他能够拿一点呀 我认为他多拿一点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家里的钱 拿点外面的那些律师什么的 你现在对他来说也是外面的人 你马上也要跟他掰了 你跟律师有什么区别 他给你跟给律师没有区别 对他来说他无所谓呀 他无所谓呀 他家里反正还有 他又不值这么点 没有没有他家啥也没有了 如果是我们的话都会这么操作的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不会这么操作的 一定是这么操作的 因为我肯定是要搞你 搞你心态的 因为我不爽 因为我不想扯 我不想扯 你跟我聊什么我都不想跟你聊 对 为什么呢 可是我再给他让步呀 我想让他多拿一点 他为什么会不接受呢 因为他认为都是他的小姐 你不要活在你自己的思维里好不好 就他觉得都是他的 对吧 对呀 就是必须要判完 然后才能让他认识到 并不都是他的 是吗 就我说的没有用是吧 对的 那好吧 好遗憾呀 好吧 行 行吧 谢谢 拜拜 搞不懂 还没有关注的宝宝 昨天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我跟你们讲 男人呢 他会怎么想 你要这么跟我聊 说明法律不一定会完全支持你 你才会这么来跟我聊 如果法律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 能够完全支持你 你就不会跟我聊了 你自然而然就走诉讼了 他会这么想的 明白吗 而事实是 确确实实也是这样 确确实实也是这样 你也有咨询过你的律师 他还咨询过他的律师呢 对不对 你认为他这玩玩具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给你的判断吗 那不是的呀 这个东西有得打的呀 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有得打的呀 你认为我是在跟你让步 他觉得不是这个样子 他觉得 他觉得你要真的是走诉讼就能跟我解决到对半的话 你不就走了吗 你跟我在这费什么话呀 对不对 那就是这样的呀 来他没有关注的宝宝 总要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他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那学习我们近贵的关系 近近贵的社群 找我们一云一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思误 我们下播以后一一回复你们 然后我们明天晚上十点钟是有一个 哼哈的十点半class的啊 就是讲十点半生活的啊 明天晚上十点 然后你们可以到我们圈圈里面去了解一下 来下一个 哈喽哈喽听得到吗 听得到你说 曲续你好 我今天介绍 今天连麦主要是想咨询一下各方面情况 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背景吧 我是97年的 然后大概长相气氛 然后身材的话 阳了之后稍微胖了点 然后最近在建议的瘦 我大概是工作三年 然后现在在纽约是腾校在读的硕士 然后工作也是那种社会地位极高 但是收入极少 但是社会地位是真的高的那种 然后我家庭只能算是小富吧 然后我自己的话 整体的各种 整体就是自我的各方面都相对来说 就是情绪啊 可能都比较完善那种 然后对另一半的期待价值也不那么高 然后我自己的目标呢 我是希望找生活的水平质量再提高一些 因为我家里只能算是就有点小钱吧 然后也希望就是社会地位高 然后也会 我就想问一下我的择偶婚恋建议 择偶婚恋建议 你现在接不接受得到吗 就是现在不是在纽约吗 就在 而且是在腾校嘛 然后就也可以接触到一些 你现在是在学校里面上班吗 你在学校里面上班吗 没有 我辞职了 是专门来读硕士的 你刚刚说的这个工作什么 地位很高 是说的你自己吗 是我自己 那你在读书 你不就没有工作吗 但是如果我读完书之后再回去 然后也是 也是回那个圈子 然后回那个圈子的话 社会地位就会高很多 你是说回国是吧 回国或者在国外都可以 我这个工作不限制 全球都可以做 那么你所谓的婚恋建议是什么呢 你首先要有目标人物跟对象 你没有目标人物跟对象 我跟你分析是什么呢 我的目标人物其实就是年纪大一点的 就是有大佬啊什么的都行 然后同龄的二代我也不排斥 然后其他的就没了 主要是这两倍 那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 问题在哪 就是我也不是特会聊的那种 因为我就是从小到大 就比较专注于学习和工作 就是那种聊聊要开窗了 你中国的关系看过吗 我有看过 但是没看完 看了一半 你好好学习学习呗 然后你把我们课里面的东西拿去用呗 就是遇到大佬 我也不是很会就是聊的那种 就是 就也不是说不会聊 然后那个大佬 我就也试探了一下 但大佬说 他就真一个老婆和一个儿子 啥意思啊 你看 我问你有没有明确目标对象 你没有 你现在这不是有明确目标人物吗 你到底有没有明确 明确目标人物 这只是算我过往经历之一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人物 所以你每次到什么地方会卡壳 具体 就是连开始都没有开始啊 那么你可以 你我这问题我都不知道 就跟你在说啥 你我不知道 就是不会聊呗 不会聊 你从第一句话开始就要辅导 是这个意思吗 我基本上我觉得是这种情况 那你可以去EV 不过 不过我们的EV主要是跟你有时差 我们的这个 我们目前没有 没有这个美国时间的这个EV 要不然或是可以 我们确实是可以 每一句话都告诉你 咋说的 明白了 但 哎 反正就是 就是择偶 你把你以前有过的记录 你可以选择EV 把你以前有过的记录啊 你丢过来以后 我们老师会告诉你 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 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回应 啊 明白了 也可以 明白了 知道吧 因为你这个问题 现在问的 我都没法跟你 跟你说啥 然后因为我就是不太会搞男女关系这种 就是看到曲曲之后 然后才是想往这方面发展 然后我可能前25年都 就是在其他的事情上经历太多了 对啊 我跟你说啊 其实跟男的 任何男的 我们现在不谈什么大不大老的 我们现在就说任何男的 我们其实所有的 基本上都是方式方法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什么呢 都是要把自己的这个活泼呀 可爱呀 对吧 机灵 机灵古怪呀 或者是就是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干嘛的 尽量的去展现 说白了就是恐惧 恐惧开评 知道吗 首先是恐惧开评 然后让别人对我产生及时兴趣 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有的其实都是这样的 我们说以不变应万变 就是你得稳定自己的输出 我自己的输出 就是我 我见人 我就 我就特别会来事 我就特别开心 我特别活泼 我特别能斗 干嘛 但这种东西它是要练 如果说 你完全没有技能 我就建议你呀 也别好高不远 知道吧 从那个随便那个男的开始练手 也是可以的 好好好 你多练几个男的 他就他就差不多了 就 好明白了 好明白了 然后我可能就是这方面可能有点缺小 就是 不是很会往男女关系方向发展 然后过往的人生当中确实是有贵人 但是这个贵人可能是在我工作当中和未来的发展当中 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但并没有在实际的就是产生这种金钱上的往来 这样 我跟 有米的往来 米的往来 你这玩意儿哪是你这一句话的事 你连男女关系都搞不上来的情况下 你怎么引导付出 引导付出那已经是后话了 首先是调动别人对你的兴趣 调动别人对你的兴趣之后 然后别人为了得到你 然后他试图去抛出橄榄枝 然后这个时候你释放可得性 然后他才能够达成你的诉求 他是一个一个环节 一环扣一环的 好 明白了 可能我是要从开始要先开始做 对 还是我就建议你吧 先随便找几个人练个手 我上次是不是说的 怎么能够提高男女关系技能 丑得照吃 好 明白了 好吧 好 就这样 谢谢 拜拜 拜拜 真的 你们去把我们那个哼哈 大可拉斯上一下 咱们先跳个级知道吧 你把那玩意一看之后呢 你突然会觉得 你跟这个东西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知道吗 你们就会觉得 我这个差距也太大了吧 我就教你们一个 特别特别小的一个点位好不好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 我不用拉你进去学习啊 你直接 好哥 欢迎好哥 不用拉你学习啊 阿总 你直接到我们那个里面 去报一个名好了呀 但是我们 我们那个东西 反正说是不让男的报 但是你要非要报 我也拦不住你 因为我隔离不了性别 你去报一个 你不就能进去听了吗 我跟你们讲啊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小技巧好不好 就这个东西 无论你们有没有 跟别人聊天的这种技巧 其实聊天技巧 它已经是一种进阶技巧了 进阶技巧了 真正来讲 当你不是很会聊天的时候 首先咱们呀 要从自己的神情跟肢体上 让对方感觉到女性画像 知道吗 什么叫神情 就是我们穿衣服的时候 你们看那个日本的 他们不是有个节目里面 就讲过了的 女孩子穿衣服的时候 你要么呢 就穿比较能体现曲线的衣服 对吧 你要么呢 就会有一点点的 这种小漏肤啊 网纱呀 蕾丝啊 对不对 有一些小小的心肌在的 这种衣服 你脖子看 脖子好看 把脖子露出来 手臂好看 把手臂露出来 对吧 后背好看 把后背露出来 总而言之 你要有这样的 就这种东西 其实它都叫 就是展现你的 这个女性人物画像 让对方能够 一看到你的时候 就觉得这是个 不管 它一定能用一个 女性化的词来套你 懂吗 比如说 它觉得 这姑娘好可爱 或者说 这姑娘好清纯 这姑娘好性感 总而言之 它首先在看到你的时候 它能用一个 女性人物画像 来看到你 而不是 它一看到你 觉得你很职业化 或者说 你很什么 这个 中性 这个就不是在体系 女性人物画像 你首先有了 这个女性人物画像之后呢 然后你要知道 所有的男人 我说了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是猎手 对吧 猎手的本质就是 他要看到你是什么的时候 他就两眼发光啊 他看到你是小白兔 知道了 他看到你是小白兔 你呢 跟他讲话的过程当中啊 就是身体啊 我跟你们讲啊 我跟你们讲 虽然这个点 可能大家觉得很简单 但是从我的观察当中来看啊 不受男生欢迎的 不受男生欢迎的 就是这个 异性关系不好的 异性缘不好的 都有这个特征 你们看看自己有没有 跟男性说话呀 你们想要去获得一个男性的关注啊 你们的身体啊 要向前倾 知道吧 身体不要向后仰 明白吗 你看啊 这个身体向后仰的时候 你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气场 这种状态下 除非 除非你今天 你今天是甲方 你出来谈业务的 人家要哄着你玩 你说了算 你可以这样 但是如果你是个男孩子 你想要去吸引这个男生的注意力 你身体要向前倾一点 知道吗 而且呢 有的时候包括你们的表情 你们的眼神 要表现出求知欲 以及崇拜 就是你可以像这样 这样看着别人说话 明白吗 眼睛看着别人说话的时候 别人说话 哦 你要点头 要笑 一定要微笑 然后他讲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哦 这样 你明白吗 你又有这个捧跟 你要上个拉拉队 拉拉队 懂不懂 你把那个拉拉队的那个感觉 要做出来 哦 这么厉害 天哪 啊 我怎么没想到啊 哇 天哪 你太厉害了吧 哦 然后呢 然后呢 懂了吗 懂了吗 你们又有这个感觉 谢谢好哥 谢谢好哥 有这个感觉在 啊 我不是演戏 我本人就是这样的呀 你们在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 那个男的 他看到你的时候 他觉得你是在释放一种女性荷尔蒙 这种情况下呢 他如果他是一个主动性非常强的男的 就算你不那么会聊天 他也有可能主动把鱼竿扔出来 他开始吊 明白吧 你们如果说气场太强了 一上来就这样 哎 我一二三四五 然后呢 我也没什么表情 我眼神就非常的锐利 你这个状态 你这个状态一出来 别人就要给你谈业务 是不是 别人他就觉得这女的 这这这这这 也不是那个事啊 是不是啊 我跟他在外面没有那种感觉啊 没有那种激情啊 明白吗 虽然是个小细节 但是你们还是可以在生活当中 观察一下自己的体态 观察一下自己的眼神 你们表情 到底有没有在描绘一个女性人画像啊 来下一个来 那个你跟小助理 你跟他说吧 你跟小爸爸说一下吧 他想去看 你就跟他发一下 来下一个 我让小助理给你发那个入口啊 我跟你们讲 别人都是锻炼气场 我花了十年的时间收气场 我 真的 我花了十年的时间 把我自己的气场忘回收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个 又点不了了他这个软件 然后我们再关一下 然后再重新申请一下 重新申请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哈喽你好 你好 你好 你说 男性大方 可以你说 我可能就属于那种比较普通的那种 但是希望你能给我一点建议 就是我属于那种 就社会最底层走出来的那种 父母都是农村的 然后还有个家里还有个弟弟 然后我今年30岁 我是名校的本硕毕业的 然后因为我是中间工作过 所以我毕业的时候就28周岁了 当时找工作的时候 在准一线城市找到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 但是后来可能就被人给顶替了 然后所以我就到了一个三线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国企工作 现在在国企的下属的一个小单位里边 是属于那种就是班子成员 然后我现在主要就是在这边找对象问题比较大 就是我去这两年一直在对对碰 然后中间也有就是降低自己的标准 碰到了两个相对来说还比较满意的 但是最终都没有谈成 所以我现在就是对找对象方面就想 就是不要就是抱有太多的期待 想好好把自己的工作视野理一理 那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平台呢 就是平台太小了 但是我在这边的这个职务蛮高的 就是因为我现在处于的这个职务能够让我接触到 我从小的生活环境让我接触不到的一些事情 因为家里父母都是农民嘛 就是很多社会经验比较缺乏 那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就是可以接触到 这个单位最顶层的一些东西 但是就这个平台太小了 我在这个单位做到 最终也不过是从班子里边的副手做到正职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选择可能就是在当地的城市 跳到一个更高一点的平台去 但是呢 因为我现在这个年龄的限制呢 那我到了这个平台就肯定是要从最底层做起的 就不可能直接就去管的去到管理港 甚至到部门的这种管理港也不可能 就只能去好一点的平台去做一个最基层的一个职员 然后就想问问去去 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去找一线城市的工作的机会 但是我这个专业属于管理类的专业 就是到了一线城市也很难找到一份收入比较高的 可能也就20差不多一年 你刚说你多大 我30岁 然后我现在在当地是一年差不多有25到30个W 那三线城市这边房价也就一万多 你到底在择偶上面是遇到什么困境了 就是都出了两三个月人家就不跟我谈了 对 哪里出现问题了你自己知道吗 他们觉得我不够温柔 然后驾驭不了我这种 就是我第一个月的时候 我是比较会给情绪价值的 我觉得这个男生符合我的择偶框架 我就会哄着他 但实际上他的能力学历都是比我弱的 所以我刚后面嘛 我就实在没办法 我就觉得他明明不对 然后或者怎么样的 我就很难去再去哄着他 崇拜他什么这种 给不给米 给不给米啊 难道因为是正常的婚恋 就是也会给就是初期在刚确定关系的时候 都有送过那种表白的那种礼物吧 可能就在一个W以内 因为都是普通家庭 我跟你讲啊 你啊 你就在你们那个地方 现在呀 你去找个爹爹 知道吧 找个爹爹 找个单身的爹爹 去引导付出 找个单身的爹爹 多好呢 那我刚才跟你说一下我的长相吧 就我属于那种 长相上没有短板 但是也不属于那种 不重要 那种 长不爹 还要你一长相多好看 不需要 年龄差距拉上去了 不需要你长得多美 那我怎么 通过什么途径去找爹爹 你现在的平台认识不到吗 你不是在这种平台 不应该很多吗 我现在认识到的 都是一些小领导 这些小领导就是 可能经济上也没有那么好 你让这些领导 再去给你介绍吗 你就会人家说吗 帮我介绍对象 人家说要什么 你说有没有婚事无所谓 年龄无所谓 经济条件好一点 你就像这么聊 找的什么 这也不如我 那也不如我的 你又引导不出来个什么东西 你最后 你又不愿意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 你这个关系也处一处不下去 你处这种关系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他是这样的 对方其实也不是很差 就在当地婚恋市场上 还算就是比较好的感受了 我跟你讲啊 看别人的条件 不是把他放在他那个池子里 看是他跟你的短板 匹不匹配 你的短板就是 其实你的物质条件蛮差 你原生的家庭 不能给你提供任何帮助的情况下 你现在30岁 把自己干到二三十的这个状态 其实对于你来说 已经比较巅峰了 你知道吗 如果你现在要跳任何一个槽 无论是往更高的平台跳 还是往更大的城市跳 你又要从零开始 你想要去奔到50以上的话 他又一个很长的时间周期 你有没有这个工作能力 你自己心里都不知道 说白了 你自己心里都抓瞎的 因为我的能力就是 确实从小学习得非常好 不是 所以说你现在的状态 就是说 你现在已经在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又在体制内搞到这个事 其实你有一点点小光环 对吧 在当地来讲 你藉由着你这个小光环 你再充分的把情绪价值啊 这方面的撒娇啊 干嘛的搞一搞 然后呢 就去找那个年纪 跟你差距大一点的 有没有婚事无所谓 经济条件好的 把你往上拔一层 这个是你应该找的方向 你出去对对梦眼 应该往这个方向上找 这个我也确实考虑过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去去 就是如果是正常的婚恋 倒是没有问题 但如果是那种 就是有婚事 就是 就是你 你讲的是有婚事 无所谓 但是不是有家庭的那种 对啊 对啊 还有就是 我现在在单位是分管宣传吗 所以我现在就想 就是我是不是 因为我也就是表达能力啊 各方面还可以 气质也可以 就是属于那种 成绩好的里面 长得还算可以的那种 不是完全拿不出手的那种 就是我是不是可以 多拍一些视频啊 多参与一些这个就可以 也是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我 拍了发吗 嗯 发到单位的公众号 那怎么 还有抖音啊 哎哎哎哎 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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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影响工作 随便你啊 嗯 还有就是 用我平时穿衣打扮方面 因为我在单位 还正经算的领导 就是如果穿的太小女孩子了 我就压不住人 因为他们欺负我 没有人要你穿的很小女孩子 好吗 你这出去认识男的 也是出去跟别人这对对碰 或者干嘛的时候去打扮 也不是让你在体制内去搞 嗯嗯 明白了 好的好的 好 谢谢你 拜拜 哎 再见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吧 吧 左上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就加个粉丝牌 加个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1或者预约连麦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给你们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撕我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我这个指甲断了 我都没时间去做 我这天忙死了 没时间去做呀 这不是要跟那个 跟老师一起开发你们的那个 哼哈class吗 没时间 忙死了 来下一个下一个 我们的那个 要连麦是要预约的啊 不要直接送 直接送你们排不上麦 好不好 我们每一场的连麦 都是提前预约的 都是提前到小助理那里预约的啊 怎么收气场 就像我刚刚说的呀 你的坐姿 站姿 说话 眼神 神态 全部要变更 明白吗 如果你的年纪没有到 不要让别人在你身上 看出那种 故事感 明白吗 不要让别人在你身上 看出故事感 哈喽你好 哈喽 哈喽 曲曲能听到吗 可以 你说 关注曲曲很久了 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吧 然后我现在是坐标国外 然后年龄25岁 然后 数十毕业以后在国外的精进行业工作 然后比较体面吧 然后年入大概有100个左右 然后个人条件还不错 然后家里给介绍了 就是可以结婚 就近围城的对象 然后大概是年入200个左右 然后有房有车 然后漂亮国身份也是有的 然后原生家庭本事条件 就是就是在 原生家庭条件也很好 对我有强烈的这个长则意愿 然后大概见了第一面 可能是送了大概大概有10个W的礼物吧 然后人家跟你见第一面就送了10个W的礼物 对差不多 因为我们聊了大概有一两个月大概左右 然后然后因为见面其实不是很容易嘛 因为可能要一笔 所以说就就就就送了比较贵重的礼物 然后也是无条件给我介绍资源 可能但是缺点就是年龄可能比较大 最大我大概八岁左右吧 然后一地 然后长得可能比较一般吧 可能也不是我特别喜欢的 所谓人家能一上来第一次见面送10个W啊 他长得又帅很有钱 然后跟你年龄又相仿 他还上来送10个W 他脑子坏了 然后同期 然后也认识了一个 另一个就是跟我年轻 年龄比较相仿的高富帅吧 反正就是在同城 但是就是条件跟我差不多 但收入可能大概高于我 但是但是我推进关系就是有点过于迅速 因为我们也不是很很很 就大概一个月吧 然后然后然后就那个什么了 然后但是但是可能那方面会比较和谐 但是我也会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 然后他他他现在是比较强烈的这种同居的一员 但是同个毛线呢 我也没敢答应 不能搞 是 然后然后可能就会经常邀请我去去他那边 然后我的问题主要是第一个就是如何把控 就是和现在这个男孩在相处节奏 因为我觉得就也蛮喜欢他的吧 就就可能更会更喜欢他一点 然后如果一定要二选一的话 就是我应该选择谁 你这个更喜欢他说了他要跟你结婚吗 没有 那你还说啥呀 啊 你这被人你这被人你这被人劈着 你这被人劈着 你是要结婚的啊 脑子零零清 你是要结婚的 这男的是的 啥都挺好 哎呀那方面也好 哪都好 就是没说要结婚 所以说如果一定到一个程度上一定要做出选择的话 应该肯定是前者更好 哎呀前者人家跟你异地 你就给足情绪价值 然后呢正常的去拉节奏 他的节奏一旦上来了 后面这个男的直接pass掉 就我觉得节奏挺ok的 就是每天会聊天 我指的上来的意思是人家已经开始准备跟你提亲了 懂吗 你就直接这个二号就可以pass掉了 好不好 你二号你想玩你就先玩着 好吧 ok就是好好 就是只是我不是很知道怎么把控跟第二个 男同就是就是这个男生这个相处的这个速度 就是比方说就因为我感觉 就是我不太会把控这个速度 比方说他再邀请我的话我要不要去 或者说是该怎么去把控跟他相处的这个速度 哎我的妈呀 你有啥好把控的呀 我都说了 人家没有结婚意愿 你就不要 你就很正常 不想去就不去 关键你又想 你把控个毛啊 你不想去就不去 他约你 他约你 今天工作 明天加班 后天开会 周末有空了 好我就去 不就行了吗 你你自己觉得啊 就这个节奏 你觉得可以 那就可以 但是你要非要跟他天天黏在一块 那那那那那我们也救不了你啊 是不是 好的好的 先那那我大概知道了 然后我没有什么问题了 所以说主要就是还是要 把我把我和第一位的相处节奏 对啊对啊 这个男的就不挺有诚意的吗 我们他喜欢这种 一上来啪啪就 啪啪十个答案的这种 是不是 是的是的 哎呀 人家来送了十个答案 这还不帅 我觉得他已经帅到天上去了 好吧就这样 好的好的 谢谢 好好回去练一下表达啊 你们真的 你们好好练练表达 多高的收入上来 磕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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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磕的 你这一说出来 人家相信你这 年入百万 是不是呢 然后然后然后 但是但是但是 可是可是可是 哎呦我的妈呀 感觉像在发电报 哎 我说我们直播的时候 你们没事嘛 你就在前面跟着说呗 我说啥你说啥呗 对不对 你能跟着我说 你能跟上我60% 对于你们平常的交流来说 还不够了呀 肯定够了呀 你们也不是要像我 这么的巧声如黄吧 对不对 他没有关注的宝宝 走上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10点到下午2点 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一一一 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或者是想要参加 我们的哼哈class的宝宝 左上角头上点开到 我们首页的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给你们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 后台私 我们下播以后 一一回复大家啊 来下一个 我练习啥绕口令啊 我这水平 还要练习绕口令 啥也没学会 就学着跟着我笑了是吧 要不怎么说 你们这会学习呢 就减那个精华的学 知道吧 我跟你们讲 光听不行 要说 表达是练出来的 知道吧 口条是练出来的 哈喽你好 哈喽 许许能听到吗 可以你说 然后我先介绍一下 我的基本情况 本人是20岁 是做销售工作的 然后基本工资 在一个W左右 遇到了一个 围城内的 比我大16岁的创一代 然后我们两个是 认识半年左右 嗯 期间他约过我吃饭 但是 我都没有理他 然后最近 又对我展开追求 半个月左右吧 对我投入了 两到三个W 你刚刚说 他比你大多少 大16岁 大16岁 他是围城内 围城外啊 围城内 OK好 继续说 嗯 然后他向我抛出了橄榄枝 一个是去他公司上班 或者是帮助我开一个投资 开一个店 但是我怕被他白批 所以没有给他过多的毁用 嗯 然后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吧 不开心之后 我给了他一定的情绪价值 应该是没给到位 然后过了三四天左右吧 又主动联系过我一次 现在我们两个是 嗯 没有联系的一个状态 我想问一下曲曲 我应该怎么做现在 不是你想要什么 我们所有不要问怎么做 我们首先要说 我想要什么 我想干嘛 我在这个关系 我想得到什么 嗯 我想 我想的是 去他公司的话 我可以 获得更多的资源吧 他啥公司啊 你获得更多资源 啥公司啊 嗯 他自己是 开一个钢铁公司 钢铁公司 你要去获得啥资源呢 炼钢资源呢 可能讲人家 有些更多的 大佬吧 这种意思 人家难得要追你 你去人家公司里 想要人给你介绍大佬 你咋想的 但是我不确定 他都是口头答应我了 我是不是应该 就是 嗯 再确定一下 他这个说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 不是他说的 是不是真的 是你想的 这个事 路子没想对 你这想的 个啥路子 一个钢铁公司 你去那个钢铁公司 干什么呀到底 啊 你说我去钢铁公司 你说我去练钢就算了 你搞个我去钢铁公司 练接大佬 你这钢铁公司 咋还练接着大佬了呢 不是 你这个逻辑啊 首先咱们自己 要逻辑闭环 知道吧 那我应该跟他怎么相处 有啥相处的呀 你看 如果一个人 他不能够给你提供到你想要的 你就没有必要在这个人身上去动脑子 懂吗 嗯 你要的这个东西 在他的这个结构上 根本就得不到 你去动这个脑子 干什么呢 嗯 那我还要主动联系他吗 为什么要主动联系他 我主动联系他干什么 嗯 就是等他是吗 等他 我也不用等他 我不是 我到底能从这个人身上得到什么 我觉得他应该会 给我投资吧 投 投米干嘛 你要干什么需要投米 嗯 我想开一个店 那他当时要给你投米开店 为什么你要拒绝 因为我怕就是 嗯 怕他就是白皮我吧 我不太相信 所以 那为什么你不说 你不说好的 你说你帮我把店开起来了 我就当你女朋友 你为什么不这么说呢 嗯 当时没想明白 对啊 OK啊 好 咱们就到这儿 咱们这个逻辑就聊顺了 对不对 你就等着 他在跟你联系干嘛 你就还是说 我其实还是挺想开店的 一二三四五 然后人家说 那我说帮你开 你不开 你说那你帮我开呗 你说你要是帮我开店了 我就把这个当时 你送我的定情礼物 就像这么聊 对不对 你要让他先把米到位 然后你再跟他好 这个事他就能成立 好不好 行 这个建权的 这个建材的 对吧 或者我是做消防的 我是做供电的 我干嘛的 我现在去链接一个房地产老板 有没有意义 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把他的工程都给我做 是不是这样的 你们要有这个上下游的这个概念在里边 知道吗 你才能够通过说这个这个男的的业务板块 然后他能够给你划了一部分 或者干嘛的 你就能挣到米 是吧 你说你这八竿子打不着 你都不知道是干嘛的 你上人什么钢铁公司去烙资源 你这烙了个啥资源呢 年纪轻轻的女孩子 年纪轻漂亮亮的 你要跑到钢厂里头去干什么呀 这逻辑都不对 谢谢好哥 爱你好哥 大家把谢谢好哥打在工程上 对不对 就是你们有些资源呢 它是一种空想 当你在那空想的时候 我跟你说 我们在经贵的关系里给大家讲过 任何一个人 他不会帮你做零到一 知道吧 你们很多人犯的错误 就是这样的 你们一上来跟一个人 你觉得这个人牛逼 你觉得这个人有米 你觉得这个人有地位 你上来就是 那你让我挣点米呗 你跟我搞点项目呗 好 人家反问一句 你会干啥 会懵了 就问懵了 对不对 人家只要反问一句 你会干啥 你就问懵了 所以 就是 你们不能够去这么想象 哎呀 他能给我啥 他能给我啥 这些东西是不能靠想象的 一定是自己本身 有一个简单的基本盘在 你有一个简单的基本盘在 这个时候 他一说你会干嘛 你马上能把你的这个业务 拋出来给他 我有这个事 我有那个事 对吧 你可以把你公司这个业务给我做 或者干嘛 这个他才有价值 才有意义 没有任何一个人 你是他女儿吗 你是他儿子吗 他要帮你把零到一 先给你跑通 对不对 没有这种事的 这就跟什么 我跟你们说 你们自己手上没有基本盘的时候啊 这就跟 人家说要给你买车 结果你没驾照 是一个道理 人家说要给你买房 结果你没房票 是一个道理 懂了吗 就是你连这个基本盘都没有的时候 谈何资源链接 你要什么资源链接 对吧 你这样子 撂出这个话 只会 这个男的如果心思稍微坏一点 他就会就着这个事给你画大饼 他一定就着这个事给你画大饼 对不对 他一看 这女的没脑子的 这女的没脑子嘛 那我就给她画大饼呗 你跟着我 让你看看世界 我带你看世界 世界没看着 就是看她家了 啥也没看着 知道吧 好哥很帅是吧 对的 他可帅了 我有偷偷看过 我有偷偷看过他的视频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总要点关注 没有加粉丝牌 他加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预约连麦 或者是想要了解我们 明天晚上有一个哼哈 可辣斯的宝宝们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 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 你们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 后台撕我 我们下播以后 已回复大家 好下一个 提前连麦插队 插队你要找小助理贴发票 贴发票证明 你的对象 给你付出500个W以上 你就可以插队到 第一个连麦 我的大哥不是在美国 就是在英国 我跟你们说 我好烦呢 我真的很烦 我的大哥们 不是在美国 就是在英国 就是在澳大利亚的 你们为什么 不能搬到我家门口来 你好 我可以敲你们的门道 哈喽你好 哈喽你好 你好 你说 关注你三个月了 然后今天还是想 跟你连线聊一聊 你是天上发票的是吧 对的 好的你说啊 然后的话 我今年是29岁 然后对方是大我20多 在围城内 但是他情况比较特殊 他跟家里的已经分居异地 十年了 然后的话在一起 我跟他在一起 今年第七年 然后付出700个左右 当时这些都是在 生完孩子之后付出的 你们已经有娃了 对的对的 因为我自己的基本盘 是非常之差的 OK 是我自己是有这个认知 确实是非常差 然后当时意外 然后我本身对婚姻 也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然后我就想着 不如就有一个自己的娃再说 然后现在的话是趋于平淡了 就是非常平淡 我也不知道你可以从哪些地方可以下来 然后 你是不是我们EV1啊 我没有EV1过 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 有一个人跟你问的一模一样的问题 还有这样的 对 昨天我们开会 我们有个EV1客户 跟你问的一模一样的问题 没有没有 我只是默默地刷你的视频 默默地看 你前面的这个700 都是从哪下下来的 都是生完孩子 他给孩子比如说准备 准备之后读书 然后规划他的身份 就是拿国外身份啊 然后之间这样下来的 所以说你自己是没有怎么开过口的 我没有开过口 我从来没有开过口 我建议你去EV1啊 我跟你说 这样 对 因为什么呢 你们现在相当于是平均每年100 对吧 对的对的 我不说多的啊 就是你只要学会这一个技能叫开口 只要有开口这一个技能 至少给你把平均每年翻一翻 这个是至少 对 因为你们其实就是基础技能都没打开呢 都不用上什么高阶的 现在 现在其实我内心最纠结的一个点 其实不在于他会被付出 因为他之前有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过 就因为我经常跟他吵架 经常起跳 我属于经常起跳 但是最后又和好的 你们这种 你们这种真的是 哎 太 就是太 太太 差了 情绪波动 太差了 情绪波动很大 情绪波动很大 他说他说 他赚的钱到最后都是给他那边儿女 他那边还有两个小孩 他说 都是给那边小孩 然后给我和我小孩用的 他说他赚的钱都是给我的嘛 吵架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然后我没有开过口 我内心最纠结的点我就在于他其实跟家里的真的分居十年了 真真正正的异地十年了 之前疫情甚至可能一两年才见一次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他就始终不肯以一个自由身来跟我相处 这一点就让我特别 好 特别无解 OK 就是这一点很痛苦 第一啊 第一 我建议你 在我们这长期EV 我建议你 你的 你的情绪稳定 你的 你的开口的技巧 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下 你就会大大的降低这个人能够给你的付出额度 这个是第一 我首先是给你的第一个建议 我建议你来长期EV 第二个是什么 我回答你刚刚这个问题啊 首先啊 你们每一个人啊 都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叫屁股决定脑袋 就是说你总觉得他 哦 那个边已经十年 为什么你十年分居 为什么你不能扯快乐阵 为什么你跟我在一起 我们娃娃有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领结婚证 对吧 但是那是为什么你会产生这些一二三四五的思索呢 是因为你只看得到你的位置 你的价值 你的付出 对的对的 他之前 他之前 闭嘴 但是你其实看不到对方 他的价值 他的付出 那个人 他到底在他们的关系里 奉献了什么 很有可能 因为有些事情我告诉你们 有些事情是什么 很有可能 他今天的很多的东西 里边有很大一块的版图 跟他的这段关系 是非常挂钩的 但是这个东西 你是不知道的 你是不清晰的 明白吗 所有的东西 他一场 这个关系下来 他组建家庭 然后他做生意 生小孩 这个那个的 他里边的东西千丝万缕 那不是说你光光照 哎呀 我跟你怎么样了 那你们都分居十年了吗 跟你想的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故事 跟你脑子里演练的这个故事 它是不一样的 明白吗 还有第三件事 凡事啊 多问一问 我能给他什么 我常常跟他讲一个东西 叫做 我是 我要把我这个字啊 造句的时候啊 放在第一个字 就是我能给你什么 其实你想想看 你也说了 我的原生基本盘非常差 对吧 我的原生基本盘非常差的情况下 我跟这个男的在一起 本来就是图米 他跟我给的这个东西 我自己我是打死我也挣不到的 我的原生家庭怎么都给不了我的 我一直以来是一个 就是汲取他身上的养分 来供给我的这么一个角色 这个男的 他到底有什么必要 把一个脱油平复正啊 怎么说呢 他是属于那种人 就是自己一手打拼出来的 他家里的可能情绪比较稳定 但是事业上是从来没有帮助过他 都不重要 我告诉你 你要明白 横向对比的情况下 男人他讲的是一个基本分 就是一个平均分 懂吗 你的平均分真的能高于对方吗 这这么简单 因为我始终在想 因为这样子 他两边一起嘛 也不是说两边一起 因为他现在 家里的也是一直在国外 然后 接下来也是要去更远的地方 那我就觉得他这样子 孤身一人 他 然后跟我这边又这样子 我就觉得 难道作为他 他不痛苦吗 其实他也 他不痛苦啊 他没有 不不不不 他是很痛苦的 他有说过 他说他觉得很烦 很累 我告诉你 你知道他的痛苦来源于什么吗 嗯 他的痛苦来源于你 因为你才是情绪不稳定的那个 你才是搞他心态的那个 对对对 我是比较搞他心态的 OK 所以你们永远都站在自己的维度 在想问题 他不痛苦吗 那是 你他妈天天在家里上吞吓跳 他能不痛苦吗 他 他 他 如果你不上天下跳 他不就不会不痛 他不会那么痛苦了呀 对不对 那个山高皇帝远的管得不管他 你天天在家跳 他能不痛苦吗 他是 他是属于 就是属于你说的那种男人 就是对谁都很负责的 对谁都很大方的那种 但是目前跟我一起的这七年 应该是没有 没有另外的人了 但是他一直这样子 我就想着 我之后的路 我应该要怎么去 去做一个取舍 或者说我的选择 应该是在哪个方向 我告诉你 这个男的是你 也没钱啊 我不说十年 五年之内 能看到的最好选项 为什么呢 因为你手上的筹码量不够 所以我说 你找我们EVE的话呢 教你很多的技能 这个技能有什么 有开口的技能 有服软的技能 示弱的技能 情绪稳定的技能 这些东西你调整好 那么能够让他 在你这边的付出翻番 你起码来讲 在一定阶段的时候 你手上拿到足够的筹码 在我们这儿啊 在我们这边 服务的案例里边 如果说有娃了 平均一年才一百的 这个就已经 非常的落后了 就是你这个数字啊 就是你这个数字 都有巨大的景深空间 你还谈不到所谓的 哎呀我要怎么去规划 就是你在这个人身上 你都还没规划明白呢 说白了 如果他是个项目 这一个项目 你都没干明白 你就不要想说 我还是找二三四五六 你这个二三四五六 你根本搞不明白 你的意思是说 还有很大的 经济上面的一个 对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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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就 因为其实他的 他的身价水平 并不是说 像你之前连线的 动不动 几十个小目标准 他就很普通 他就可能就一个 小目标左右吧 一个小目标 我跟你讲啊 一个小目标够了 在有娃的情况下 怎么着 怎么着啊 一千个也下来了 知道吗 对 他 我前几天 跟他起跳了一次 他是说 明年等我带小孩 出国读书 他一次性 把小孩的教育费用 全部给我 你听我说 你现在是什么呢 你最怕的 就是你们这种 通过错误路径 还拿到了正反馈的 知道吧 你很容易 轴在你自己 那个思路里 出不来 是的 你的路径 肯定是不对的 我这么跟你讲 你拿到的这点反馈 其实根本就远远不够 所以我现在 主要目标 应该是说 先继续在他身上 做够情绪价值 然后把财产这一块 给拉上去 然后再随着时间去 把自己打磨打磨 把自己的情绪 心态 出发心 都打磨打磨 才聊得上别的 明白吗 再聊别的 都是废话 好吧 就这样 谢谢 拜拜 我跟你们说 连我自己的动作 都不做对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是扯 什么东西都扯 有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说 选择大于努力 选择大于努力 你看 选人选对了的情况下 哪怕他自己的动作 不咋对 但是那个人也不会差 因为这个男的 他就是这么个人 就是他找的这个人 就是一个责任心很强 他就觉得 我应该给你付出 就算是你做得不好 就算是你搞我心态 就算是你让我不爽 我也应该给你付出 所以呢 他总之不会让你差 不会让你差到哪去 但是呢 其实如果啊 你们真的是 能够把动作做对 能够目标导向的情况下面 你们知道男人 他能做到什么地步吗 像这样的 很愿意付出 很愿意承担责任的男人 你们知道他能做到什么地步吗 他能做到 只留基本的 这个叫什么 生意周转费用 他把所有能花出来的 全部花出来 他能做到这个地步 而且还是在他 极度的开心甘情愿的情况下 知道吧 绝对不是在那种 很痛苦 很烦 什么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这种男人 为什么呢 我跟你们讲 就这种男的呀 他对自己 他自己没什么爱好 知道吗 他们自己一般呢 他们自己的消费 也不高 往往这种男的 他们都具备这种特征 他自己也不咋消费 然后呢 他爱好也不多 他也没什么烧米的爱好 所以他这一辈子啊 他无论是对家人 还是对员工 他就是有种什么呢 他就是总觉得 我有能力 我就照顾更多的人 我觉得别人 因为我过上了 更好的生活 我爱的人 或者我在乎的人 然后他们在我的 这个语意之下 都生活得非常好 他会在这件事情里面 找到成就感 知道吗 所以说 这个就是他花米的渠道 其他的东西 他没有 他不是那种 说我每天 我要去跳伞啊 我要去开飞机啊 我要去沉水啊 他不是种人 他没有什么 特别烧米的爱好 他的爱好 就是来源于 他赚了米以后 他投入到这些 他在意的关系上 然后让这些人 在他的渠下成长 这个是他们的爱好 所以说 这个其实就是 他最愿意花米的地方 他不是 如果说 你真的跟他之间的关系啊 相处的 让他觉得还获得了能量 让他觉得 哇我跟你 真的我觉得 我跟你相处好愉快 好幸福 他真的愿意把他 绝大部分的米都拿出来 他不需要 你明白吗 他身上只需要 每天可能他抽个烟 可能他就是请客吃个饭 他拿一张信用卡 就结束了 然后平时有点生意周转 他稍微拿点周转的米就完了 他不会需要太多的流动的 米在自己身上的 就是这样的 你们觉得 哎呀 他有一个亿 他觉得他有一个亿 他每年给他付出一百个 他一个亿给你每年分出一百个 就是什么 就是他 他就是觉得这个关系 反正我把你养活这完事 他就觉得 哎我把你养活吧 挺烦的 真的是这样 挺烦的 他是有责任 咋办呢 养着吧 他是这种情况下 他付出的这个价码 知道吧 你们这是要 错路径还获得正反馈 他很容易就是让这个女的 就是气焰越来越烧张 到最后你们这个关系就会根本就是走向你不想要的那种方向的 这男的就会很痛苦 然后你呢 就觉得啊 我还要好 还要好 但是你又耗不出来 耗不出来 到最后就是求而不得 两个人都是求而不得 在最后这个关系的走向就会非常的不好 你们双向就没有造成那种双向滋养那种关系 没有共同生长的这个关系 知道吧 你最后这个行动路径都是不对的 所以这种为什么我说我建议他EV1 你们这样的EV1会获得巨大的结果 巨大的帮助 知道吧 因为你的目标人误好 我们但凡是目标客户好 你的操作路径不对 我们来调整你的操作路径 但你们可千万不要活在自己那个思维里 否则你们会把我们老师搞疯的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 宝宝 主要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让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1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给你们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四五 我们下播以后一一回复你们 然后我们明天晚上十点钟 有一个这个教大家哼哈哈的class 然后大家有兴趣的 也可以到我们圈圈里面去咨询一下 来下一个 哈喽你好 哈喽曲曲 你说 嗨你好曲曲 我是你的彩虹屁女孩 之前有连麦过一次 第一次连麦的时候情绪比较激动 这一次我是带着问题来的 我的问题是目前我的工作处于零到一的初创期 想问一下曲曲 如果你是现阶段的我 你会怎么做去打开针对性的渠道 那我做的是算卦行业以下简称文化 我们这个行业呢主要有三种购现方式 第一个是预测 第二个是卖客 第三个是住运 那目前发财的基本都是预测串联住运 那住运这件事情由于它不可证伪 所以很多人都是通过对未来的恐吓 或者无中生有的服务来收取解决费 由于太好赚钱 基本处于一个傻子太多骗子不够用的阶段 比如说不会起名收高额的起名费 不会布置家居收取布置家居费用等等 更有甚者直接告诉你五年以后有灾 让你出现摆平 而且开出的费用基本上因人而异 可以采重你付出的极限值 那住运这个盈利方式我是不碰的 就像曲曲说的 这个商业的本质是价值交换 能走正路就不要走歪路 预测串联麦克的也有很多 多数都会反复收取交流费 奔着让你学不明白也学不废的原则 得住一个使劲好 那整个的行业风气相对消极和混沌 这个是目前的现状 那预测我做过一段时间 是我们那个店铺里复购率最好 服务效率最高 用时也最短的师傅 那这个方法是可以直接变现 那也有问题 因为大部分来预测的人都很迷信 不管你说好说坏 都不可能短时间让他有一个客观的积极生活态度 你说好他就躺平 你说不好就盲目悲观 甚至尝试学习性质都被打击 那钱是可以赚 但却损耗了对方的能量 虽然我不是有意的 结果就是如此 所以在这个不能赚大钱 又不能赚快钱的一种倾向下 我就剩下了最后一条路 就是组织爱好者通过社群运营受课 这条路会很漫长 因为涉及到环节很多 课程制作周期也很长 那通过三年的努力也走通了 收入从最初的几百到几千 带到现在的两三万一个月 我自己做运营美工产品售卖做宣传 并且是24小时自己带娃 也就是说我的工作时间是被高度压缩的 每天的工作时间就是一到两个小时 把工作效率提高到最高 目前已经有了稳定的免费群付费群 也有了相亲相爱的学员 大家也在自发的帮我做宣传 给我做推荐 那这份工作也让我很感激 就像曲曲说的 这一份工作它有一定的光环 所以接触到一些层次远高于我的人 也没有过那种向上社交的难度 大家都很相处的都很好 那现在孩子也在逐渐长大 可以稳定的上学了 我也拥有了更多可以专心工作的时间 有了基础的架构提供生活的保障 各方面都在逐渐转好 我现在想要跨界 把文化的课程和情感赛道做一个年合 整理出以下一个课程目录 想给曲曲做一个参考 看我这样整理可不可以 第一个小标题 如何识别潜力股和富豪 第二个如何识别多偶男单偶男 第三如何看伴侣未来的财富曲线 第四自身是否有运气可以依靠伴侣 第五什么样的年份容易遇见贵夫 什么样的年份容易遭遇三角关系 要礼物和生活费的最佳时机 以及留年看遇见贵夫的性格类型 那我现在想要带着这个想法 去精准的接触一些情感赛道的人 如果曲曲你是我 你会做哪些工作来精准拓展呢 那我的工作目标就是卓越之前做到专注 以学术作为依托 做出自己的专业度 这个赛道正在拓宽 我觉得在这个大势之下 拥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就可以持续耕耘 这个就是我的问题 先请教下去 找一些前单有流量 后端没变现的人 那这个怎么去找呢 做搜呗 你们天天刷呗 那怎么去找 天天刷呗 你一看有些人 他做的东西一看 基本上那个后端变现能力就比较差的 然后前段有一点点流量的 流量没有说特别大的 那种刷呀 就都刷出来的呀 就直接去找这些主播是吧 对呀 因为有很多博主就这样的 很多博主他们都是这样的 他能够说一点 可能情感相关的内容 可能呢 他也在这里 七平八凑的 反正七平八凑的呢 他有内容输出 但是他有了内容输出之后 他后端是变不了线的 很多人都这样 这个后端变不了线的 然后他们自己的体量又小了呢 MCN机构又看不中他 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做孵化的 这些做孵化的人呢 他还对这些博主的量级有要求 但是他们这一部分人呢 他等于说是被这个行业边缘化的一拨人 就是他又想做这个行业 他有一小撮流量 但是呢 他整个后端变现没有 然后呢 那些做孵化的机构也不收他们 这一拨人我觉得是你可以 你可以去尝试联络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好那我没有问题了 谢谢七七 拜拜 爱你哦 这个我们这有格局的人 对不对 有格局的人 你们但凡是人家这个付了费了嘛 那要连嘛 那要连就连呗 是不是要连就连呗 你有什么问题 如果我能回答的上来 我就给你回答呗 对吧 是吧 咱们就是尽心尽力 对每一位客户 你们上来问任何的问题 就是尽心尽力啊 包括你看我们的社群也好 或者干嘛也好 有的时候会有很多 我们的社群每天有大量的同行 我们的社群 我任何的东西都有大量的同行 潜在里面 调研干嘛的 但是我这个人很简单 包括我们的客服前端 或者是干嘛 他都会来问我 这个人可能是同行 我们收不收他这个米 让不让他进 我说都让进 全部都让进 但是有一点 他不能在我的社群里面发广告 不能在里面搞事情 或者说私下的 去传播一些 莫须有的东西 他如果违规 那么我就 只能把他踢出去 但他只要没违规 你说他要进来 看一看 怎么看 爱怎么看怎么看 爱怎么学习怎么学习 爱怎么交流怎么交流 这个就是我一概的初衷 我一概都是这个样子的 来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一比一 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 头像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给你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 撕我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然后明天晚上十点钟 我们有一个 线上的哼哼哈哈的 class啊 是一个小时的 然后你们也可以去 我们的圈圈里面了解一下 来下一个 喂你好 曲奇老师 你好 你说 我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家的情况 像我老公 你是贴了发票的是不是 对 好你说 我老公是属于创二代 然后我公共就是创一代嘛 他们就是属于直接控股人 是控股人 是一间小时公司 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老公是 你是戴耳机了吗 这样吗 这样有没有好一些 好说 好 然后我老公是二婚 他是42岁 我是95年的 28岁这样的 然后我是海外研究生毕业的 直接被我公共 相中到了公司 我公共跟我妈妈也认识 对 然后后续跟我老公谈恋爱 谈了一年之后 就直接结婚 然后我一直在公司 是担任高管这样 然后家里 然后公司的主要财务 都是我公共在管 然后老公 手头的钱不多 那老公前面是有两个儿子 我和老公结婚一年 他生了一个儿子 所以他现在是三个儿子 我的问题是怎么样争取 我公公对我小儿子的投入 把你公公哄着呀 把你公公当老板哄啊 他哄啊我 没别的办法呀 谁是老板哄谁呀 那怎么样就是可以引导他 对我们的投资这样 你情绪价值给到位 情绪价值给到位 一样的 我跟你说 你是我们学员吗 目前还不是 就是我现在看你视频 特别上头 没有差别 你可以去学一下 为什么呢 我们想引导付出 他对于任何人 都是一样的一个路径 跟方式方法 嗯 其实没有差别 你只不过 我们 你只不过是把这个对象 从老公变成了 变成了爷爷 而已 对对对 没有差别 然后 对对对 就是我们家 特别特别 想要一个女儿嘛 因为之前三个儿子了 但是 台湾的先生也问过 民间的也问过 就是说 我跟他都是儿子 你生不出女儿 哎呀 我的妈呀 你看你这脑子 这玩意不可以变的 就是我想如果之后 如果再要备孕的话 如果又是个儿子 这个 备个毛啊 DFI呀 你有毛病啊 你去试错 哦 哦 我就是有点怕 逆电改病 会不会造天剑 那你要不跟上一个 连拍的姐姐聊一下 我们这儿 我们这个直播间 是个无神论者直播间 你在跟我聊啥呢你 还逆电改病了 你跟上一个姐姐聊一下 她都说了 反正你们愿意 你们愿意这个 就聊些莫须有的 你们就聊呗 是不是 好的 我知道了 就是我怕如果自然 那个的话 还是万一如果还是男的 就是不知道 这玩意干嘛要自然呢 不能自然 绝对不能自然 知道吧 我跟你讲 所以我现在跟他们洗脑 你啊 去把金棍好好学一学 真的 你把金棍好好学一学 跟脑子 跟个胡子 跟个什么似的 你把金棍好好学一学 我告诉你 这个行动路径 就是每天哄 每天把爷爷哄着 每天把爷爷哄着 然后到关键时候就是 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找了一个大师 他说 我们如果说 去DIY一个女儿的话 未来 家里还能行20年大运 对不对 你们非要去找 那个算不出来的大师 换一个 红包给足 让他算出来为止 好 学到了 你把金棍好好学一学吧 啥脑子呀 真的是 都没有对话基础 知道了 谢谢老师 其他没有问题 拜拜 好 拜拜 你们是啥 哎呀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去找大师算 我们不一样 我想让他是啥 我就让大师给我算个啥 我想要儿子 我就让大师给我算个儿子出来 我想要女儿 我要大师给我算个女儿出来 懂吗 这大师是拿来用的 好不好 这大师是拿来用的呀 他是个树 姐姐们 格局打开 好吧 格局打开 只有这样 你们就不在乎 他这个所谓的真假 是不是忽悠 不重要 对不对 不重要 关键大于 你想忽悠谁的时候 这大师能跟着你一块忽悠谁 这个大师的效用 他就不会体现出来了吗 是不是 没毛病吗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总是要点关注 没有加粉丝牌 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周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金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 或者预约连麦的宝宝 或者是想要学习 十点半的生活的class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 给你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 后台四 我们下播以后 一一回复大家 哈喽你好 哈喽 蹦迪呢 到我了 你好 哈喽哈喽 居居 我目前是这个 就是 之前是EV1的学员 然后也做 也现在就是 看那个金贵的关系 你这个声音有点奔版 你是连蓝牙了吗 哦没有啊 这样可以了吗 好好 你说 就是之前做过EV1 然后正在学金贵的关系 就是前一阵子 遇到了男A 硬定思痛 我先介绍一下 我的情况 目前我是34岁 现居一线城市 有房有车 211 艺术硕士 国内到底年收入大概30个W 因为呢 我之前是比较听父母话的 在体制内工作闭塞 属于是社会边缘的这么一个工作 很多年 所以我是选择错误 沉默成本比较大 用你的话来说 就是稀巴乱 目前我找了一个新的工作 马上跳槽 我的副业呢 就是搞得有名气 有光环 朋友圈层还可以 年轻的时候呢 容貌比较好 错过了几个不错的优质男 就是我经历的男生 除了男明星 什么样的男呢 我也都遇到过了 追求者就是之前很多 就是没有看 没有正眼看 也被捧惯了 我的家庭 就是原生家庭 对我的影响 就是可能有一些完美主义吧 还有就是比较佛系 包括我现在的性格 可能也比较佛系 所以我现在就是 也支撑不了真我状态了 就是打破了平衡 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我抓取能力非常弱 但是我的优势是 异性朋友比较多 别人还蛮愿意 带着我出去玩的 缺点是呢 我以前分寸感比较强 距离感过强 就怕别人图我些什么 当然我现在知道是错的 所以导致有一些关系和资源 我不会用 我也在 我也想在事业上好好做 但是细节问题啊 什么的 我需要有一个 就是有能力指点我的男人 我现在我也意识到 我很多问题了 我也断舍离 做了很多改变 就是我知道在 就是一个人一段婚姻里 是不可能完全得到的 那我最近呢 就是经历了几个男生 我的诉求是 就是目前第一个 我想尽快的结婚生娃 或者搞钱 想让曲续给我一个 说明 哦哦 sorry sorry 就是想让曲续给我一个中肯的定位 设立我的目标人群 还有一个就是 我最近这个就是遇到的A 我想跟他 就是继续发展 我怎么操作 我说了一下A的情况啊 他 大我一岁 然后多年前呢 他是追我的一个 想跟我结婚的富二代 能力比较强 资产有几个小目标 就是我们多年没有任何的联系 他是我之前 极其后悔错过的一个人 然后我们在国外相遇了 我当时就是脑子一热 我当时什么都不想过多的去了解 他呢 跟我说他的感情过往 就是一言难尽的样子 吱吱吱吱 然后骗我说前面的恋情结束了 然后一年半没有十点半的生活 就加引号的名正言顺的火速栽起了 然后第三天他带我出去饭局 还让我喝酒不阻拦 就我不得不去了解他 到底是不是在围城内的这个情况 果然他还 就是他现在已经是围城内了 虽然我很伤心 但也没有戳破 后来我可能就是比较敏感 就一直从他的言行中 要明确他对我的态度 他多回避 我比较伤心 觉得他可能是没有想好 我们在国外相处了两周以后 因为我工作不得不要回国 第一周呢 我只是被动的帮他做了一点事情 他主动了给了我 给了我卡 我杀了三个W 第二周呢 他要给我十个W 但是受别人的看人下菜的影响 这个米就没下来 就以前他是把我当女神 后来可能他觉得我不像他想象的那种白月光 但是我已经三十岁了 怎么可能不变化 不成熟 我就是真实的我 在我快回国的时候呢 他开始有后撤的动作 我最后一次跟他谈 要他的态度 我说不管他说什么我都接受 但他还是回避 就我当时也比较恋爱 甚至还想跟他生娃 现在就是我回国以后 你火速提问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断联了 断联了以后呢 他发了一些朋友圈想引起我的注意 但是我一直没敢有什么操作 我现在就是想 就是跟他在 我想逆转 我想复合 你有毛病啊 我该怎么 不是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这人能给你啥呀 你在干嘛 你这三十岁了大姐 你这耽误时间呢 哎呀我还是比较喜欢他 我觉得 你是不是有毛病 就你这种行动路径下去 你们耗了四十岁也屁了捞不着 然后 我们说了选择大于努力 大姐 大姐 就是没有可能了 不是可能是啥 不是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 就 我不管是要你 还是要婚姻 还是想要个球 首先你一点婚姻 你要个毛啊 你要 别人哪来的婚姻给你啊 你在说什么呀 你在 要米你也要不着个啥 上来哗哗哗的 就跟别人稀里糊涂的 那个啥了 你要个啥米啊 这男的啥身家水平啊 他是有几个小目标的 多大年纪 大概三十六七 老子有问题啊 这种男的 你要真 这种男的 你想搞什么东西 应该是在一起发生之前 就搞的 稀里糊涂的 哎呀 火速的发生了 火速的发生了完了以后 然后知道别人在围城内 还闷着 哎呀 不敢讲 我跟你们讲 这种隐瞒了围城 然后跑出来 泡妞的这种男的 十个有九个半 都是不肯花米的 他要是肯花米 他就不会走这个路径 但他不是故意说 就是因为我们是突然在国外遇到了吗 就是那个氛围 哎呦 醒了吗你 你还给他们找理由 你是个菩萨吧你 啊 你是个菩萨 但是他给我自己找理由吧 你可真行 你到底要干嘛呀 你都这么大把年纪了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时间很有 很紧张啊 那那我说一下 就是其他人的简单说一下 我然后我就是想确立一下 我的这个目标 应该是什么 我跟你讲小姐 你现在有个严重严重严重的问题 你太喜欢耽误时间了 我告诉你很简单 你那个什么二三四五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我现阶段 我要是想搞米 OK 我甭管这个男的 给不给我婚姻 对吧 首先 我就先跟你聊 对不对 给情绪价值 然后我看你能不能先给我付出 你能够先给我付出 那么说明你是一个 还不错的选项 我就跟你下一步 如果你是求婚恋的 请你找一个绝对性的单身 一旦发现这个男的不是单身 立刻马上掉头走人 就这么简单 一分钟都不用耽误啊 那我 就是反正这个男的身上是绝无可能了 那我其他的就是我该怎么定位 我我我我需要讲一下我其他的就遇到的最近的这些男生 我当然很了解 把这俩男的掌完了好吧 那那我就简单讲讲其他的 就是有一个是晶晶行业的家里面 就是相亲介绍这样认识的 他在超一线也是异地 财富自由 但他很慢热 我我就是很很很很没办法跟他去推进 就一为一老师看过 他是很可靠很靠谱的人 但是有可能他跟前男前女友还没有完全的断开 没有慢热的男的啊 没有慢热的男的 只有有稳定长期的恋爱对象 所以抽不出时间的男的 没有慢热的男的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本地的 我是对碰认识的 比我小四岁精致男 我看了你的这些连麦的 我感觉他也有可能是那种比较小家子气的 目前正在约见面 经济条件可能比我低 就我该怎么去选择呢 其实我还是想找条件比较考验 但我本人是比较难的 我建议你啊 你就放弃婚恋吧 我建议你啊 你自己的年收入多少来着 三十个W 你的程度啊 你现在就是太好高无远了 找结婚对象吧 先别人没米 知道吧 找找你有围城的大佬吧 你可能又有点觉得 他有围城这个那个的 完了最后呢就被这种骗子骗 最后就会被这种骗子骗 我跟你讲就是二则一的事 如果你要找单身的 大概率这个人目前 他的经济条件 可能就跟你持平 已经不错了 如果说你要找有米的 那么大概率这个人 他就给不了你围城关系 你眼高手低 现在就是你的问题 那如果这个难 我不要求有围城呢 我没话说 我没话说 好吧 我没话说 好那我明白了 谢谢 你们他看了个啥呀到底 每天 到底看了个啥 别看了吧 真的换个频道看 好吧 看了半天 啥没看懂 换个频道看来 好吧 换换点那个搞婆媳关系吵架 那个频道看 何必呢 自我何解吧 咱们就 好吧 看不懂就别看了 所以啊 你们知道吗 那个女孩子啊 到三十几岁 你这个时候啊 一定一定就是明白 自己是年龄大 经济条件弱 的这一类 我在那个经贵关系里面 给你们做过四种分类了的 对吧 我说四种分类里面 最牛的就是那种 又年轻 家里条件又好的这种 这种就是想 想跟谁好 就可以跟谁好 最差的就是年纪大了 经济条件弱 其实他的经济条件 不算弱 其实他的经济条件 如果啊 他能够真的展现出一个 对于自己很满意 而且呢 自己能把自己的生活 搞得风调雨顺的 这种状态 如果他能够让别人 感受到一种平和感 这种欲望 不那么高的状态的话 其实还是会有难的 喜欢他的 但是最最大的问题 就是来源于 他的经济 他的能力 跟他的欲望 不匹配 而且呢 他的男女关系 段位又不够 他就是各个各种 这个东西啊 他就打架了 知道吧 男人是这样 他选一个 他选一个女的呢 要不然 他选一个啊 方方面面 有光环的 牛掰的 对吧 你站在我边上 跟拎了个 满钻薄金包似的 这是一种 拿的 那他当然喜欢你 那要不然呢 他选个性价比高的咯 对不对 如果说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那么你就会有 积蓄价值咯 对吧 他觉得 你方方面反正比较平和 我也可以跟你过咯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 你就有一个 有一个点 是绝对价值长版 对吧 有一个点 能够碾压 其他所有的东西 也可以 最怕的就是 你没有绝对价值长版 你也不是满钻的薄金包 完了以后 你还 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没有logo的包 然后你一上来 你就巴不得 那个男的 把你带到一个 超级奢华晚宴上面去 你们就是这个概念 这个事情 它是达不成 你的诉求 它是达不成 如果你是一个 没有品牌的 一个不那么贵的包 那么你就不要 想让人家 把你带到 那个奢华晚宴上面去 听懂了吗 看看你自己 到底在一个 什么样的 一个水平上面 我觉得呀 如果说你们 但凡在事业上面 还有一点 上升空间的话 要不然呢 就插了自己 这个感情 这根神经也可以 知道吧 把所有的精力 全部扑到 你的事业上面去 我怎么能够把我 年入30 干成年入100 那么我方方面面的价值 它就都上来了 不要再走自己 字形了 真的不要再走 自己字形了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 到晚上十点 让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 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跟你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 后台撕 我们下播以后 一一回复你们啊 来下一个 哈喽你好 你好 橘橘老师 那个我上来之前 准备了草稿 然后我先说一下 我的问题和 问题和我的基本情况 然后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想问 互联关系是否匹配 或者我可以匹配 什么类型的男生 然后呢 第二个问题是 我刚分手 想问如何挽回 然后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双方的一个情况 我们是金金行业的同事 然后就是每天 可以见到的那种 然后在超一线城市 年龄的话 我是93年的 它是95年的 颜值在共同的圈子里 都算比较靠前 然后学历的话 我是985的本科 清北复交的硕 然后它是211的本科 澳洲的硕士 然后家境和资产这块的话 我爸妈是一线城市的双职工 然后我五年前 有在超一线城市购房 然后价值在300个W左右 然后他家是五线城市 然后父母一个是实权的大苹果 然后还有一个是金银公司 然后目前是没有落户 所以还没有购房 工作这块的话 我之前是在投行工作 然后后来去了大机构的那个中后台 目前是朝九晚五 然后年薪大概在40个W家左右吧 然后他是校招工作 不到一年 是不是比我低一些的 但是就恋爱期间的话 工资是都交给我的 然后我可能比较吸引他的点就是 外貌性格 然后学历比较好 然后可能比较聪明 然后工作能力比较强吧 这个是我们俩的一个基本情况 然后说一下这个分手的这个情况 分手的话 我们是恋爱了三个月 然后期间他跟我提了三次分手 又主动去道歉和好 然后最近的话 一次分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分手的原因基本就是他比较保守 然后觉得我的社交圈比他大 然后他的那个需求感很高 一直觉得没有安全感 工具比较强 想找一个围着他站 然后佩服他 然后情感浓度会比较高的人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恋爱前呢 知道我的前任会比他能力强很多 所以就是认为前任在我心里的位置 比他重要 就会反复的敏感去做比较 会会经常拿这个来发脾气吧 然后分手的时候我挽留他 然后他不同意 我就开始断联了 然后期间会关心我的身体 并且还来家还来我家找我 也给我送了很多节日的礼物 然后我期间这一个月 有尝试对对碰 但是我遇不到喜欢的人 所以我还是想再次去挽回 然后这个是我的诉求 那我找了他以后呢 他是来我家看我 但是拒绝和好 就说到现在还是很喜欢我 但是觉得我们俩性格不合适 然后我比他成熟 他也很难过 但我还没有放弃 然后我就按照区区 之前直播的时候说的 我是那个回避依恋人格 那我确实也是回避依恋人格 然后他是那个痴迷依恋嘛 然后我就说能不能 给个机会帮帮我 然后他就答应以朋友的身份 陪我聊天吃饭 但是强调没有办法重新在一起 不想耽误我的时间 那从上周五到现在 我就是从早到晚 每天找他说话发语音 然后约他出来吃饭 然后散播啊 他也都积极回应 并且也陪我出来了 然后但是他就是明显的 就是身体上会比较抵触 跟我的接触吧 还表现得比较客气 然后昨天夜里又发了 很长的一段话给我 然后说我开始找他以后 对他心里的波动很大 然后感觉很恍惚 感觉好像还在一起呀 就是跟我接触的时候 会想抱我 然后会想拉我 但是但是他觉得 就是还是没有办法在一起了 然后又觉得就是像这样 跟我做朋友他又做不到 然后说能不能约我出来聊一下 看后面怎么办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然后想请辞职老师帮我分析 刚刚提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想问关系是否匹配 然后如果晚回不成功的话 那我是和什么样类型的男生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想问如果晚回的话 后面怎么操作会比较好 不是为什么你说我说你是回避 依恋性人格是为啥呀 就是之前听过你的直播 然后你说的话可以用这个 登座理由去让他再给我一些机会 因为他之前拒绝跟我附和 不是是你之前跟我联过麦吗 我没有跟你联过麦 我听了别人来咨询你 你听了别人来咨询 不是回避艾性人格那是什么 是你展现出这种人格了吗 我以前确实有一些 就是我比较抗拒跟他那个 情感浓度很高 就是一直密切联系 所以你以前是什么样子了呢 我以前可能就是整体上比较独立 然后有主见 然后不会跟他就不会太粘人 所以跟他就是 他发消息不回 让他比较没有安全感 他发消息不回 会回的 回的比较慢 然后他如果特别想见我 会有其他的安排 或者就是不会想围着他这样的 那种状态 一个星期见几次呢 因为是同事嘛 然后我们每天都能见到 但是约会的话 基本上一周三次以上肯定是有的 一周三次以上 这还回避啊 这他妈回避的个什么呀 这是 你这个词的套 你身上它都不合适 就是说这男的 他自己的需求感太旺盛 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男的自己需求感太旺盛 你做的本身没啥毛病啊 怎么就是你没错过什么 为什么你要去认这个错呢 因为我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就我还想挽回这段关系 所以我就去服软 但是服软也不能自己给自己扣屎盆子 服软呢 没有这种搞法呀 你这个是在助长对方的气焰呢 你没毛病 他有毛病 为什么你去求和的时候 要给自己扣个屎盆子 说是我的问题 哪有这么玩的呢 你这个动作都不对 还有就是我以前可能确实跟他在恋爱前 然后说了 就是当朋友的时候聊了很多前男友的事 导致他这个事情特别敏感 很重要 他不成熟 他接受不了 他的内心世界不成熟 他不是一个很坚强的男生 这是他的问题 好吧 他的问题应该他自己去消化 你想要 你想要跟这个人好 可以 我去跟你 我去每天联系你好呀 我找你玩呀干嘛的 我也不需要有什么求和的语言 这个语言也不需要从我嘴巴里说出来 我只是在用行动让你感知到 我愿意为了你去变得更热情 或者我愿意为了你拿出更多的时间来陪伴你 但是 我做了努力之后 如果咱们这段关系就不会来 我也会离开的 因为我不可能伪装一辈子 懂吗 因为我做的本身没有错 如果说 但是你还是觉得不OK 那么说明咱们俩不合适 明白 那徐徐老师就如果他 他说那个 我建议你们聊完之后 我觉得 我建议你们聊完之后 你就不用再找他了 直接锻炼 这就是我对你的建议 你这段时间你已经够了 但我们每天能见到 见到 见到就是同事见到 你们不要自己 送到别人的那个真板上面 你们在 就是自己没有做错的事情上面去认错 其实是把自己送到了对方 那个真板上面认人鱼肉 明白吗 这个对于你们来说 不是一段关系的事 这是一个人生原则的问题 我没有做错的事情 我可以跟你沟通 但是我不能说这是我的问题 这是不对的 这个逻辑都是不对的 你这样就会被对方压榨底线 好呀 那我就 或者我还需要再跟他聊吗 那我就直接跟他说不要联系 不用说 什么都不用说 就是如果你实在是觉得不舒服 因为我做这些动作 你应该明白 是因为我希望我们俩能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实在觉得不舒服 OK 我尊重你的选择 就这样 不要再有任何找不动作了 你这段时间你够住了 你还给自己扣屎盆子了 你再往前一步 你就跳悬崖了 你就 好吧 好的 那个曲曲老师 我刚刚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您觉得我这样的话 如果去对对碰的话 可能找什么样的男生 会更合适一点 什么样的男生都可以找到呀 多好条件的也都OK啊 我觉得没问题啊 找个心理健康的 独立一点的 不要找个巨婴 好吧 好的好的 谢谢曲曲老师 拜拜 他没断奶 关你什么事啊 真的是 你们可真有意思 他没断奶 自己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 还自己给自己套个什么回避 依恋型人格 给我贴懵了 我说怎么还 自己给自己套个什么 回避依恋型人格干嘛 我们那是什么 我们那是因为那个女的 她一直在作 她不珍惜那个男生 对她的爱 不珍惜那个男生 对她的付出 那个男生对她很好 但是这个女生 一直就不珍惜 上窜下跳 然后呢 就是搞得别人 最后很伤心 最后这个人 她在很 这个男的在很爱 她的情况下 后撤 是因为自己已经觉得 自己被损伤得很厉害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让这个女生 主动回头的时候 用这种方式去 示弱 懂吗 她是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的不对 这种生搬硬套 你们能不能先来连麦再套啊 怎么搬的没连 自己往自己头上套 那不是一个 故事逻辑的瞎套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一点关注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那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1 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 你们给你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 后台撕我 我们下播以后 一回复你们 然后明天晚上十点 我们有一个线上的 讲十点半生活的 哼哼哈哈class 大家可以到我们圈圈里面 去了解 我跟你们说 我们正确的对待 这种男生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 我把我自己做好 他在那扯皮的时候 我就直接不理 我直接不理 他在 他第一次提分手 好 我就不管了 等他来和好 对不对 他来找我和好的时候 我就会明确告诉他 在我这里 分手就是分手 我会给你一次机会 我会给你第二次机会 如果说你第二次 再跟我说分手 这两个字 那么我们两个人 就是永远不可能再和好 我会给他立规矩 而不是让他 用他的情绪 反复拉扯我 来给我立规矩 明白吗 分手 是很严重的两个字 我认为我们都是成年人 我们要为我们 自己说出来的话负责 好吧 分手不是随随便便 可以拿出来说 可以拿出来耍脾气的东西 我们对于女孩子的要求是一样的 如果我说了分手 那么我就觉得不会回头 如果你说了分手 那么我就认为 你可以随时舍弃我们这段关系 如果你是一个可以 随时轻而易举 舍弃我们这段关系的人 那么我就觉得 你是一个不值得的对象 你给对方把规矩力好 框架力好 好吧 来下一个 哈喽 你好 嗨 你说 哎 你能听到吗 嗯 可以 你说 哎 因为我养了 所以声音是这样的哈 对 然后我今天有两个问题 嗯 谢谢 去去 我有两个问题 先说问题吧 第一个就是以我个人的基本盘 然后在婚恋关系上 从曲曲你的大数据出发 看看能匹配到什么样画像的人 因为曾经有跟精英男交往过 但似乎都进入不了对方的框架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然后目前有一个潜在的非婚恋的选项 然后想请曲曲帮忙分析一下 是否适合推进 然后如果适合的话 大方向上怎么操作 嗯 我先讲一下我的基本盘 我的基本盘是35岁 然后超限城市 基金行业 呃 年收入在70家到90家之间浮动 然后已经扯了快乐症 没有娃 呃 家庭资产只有500个W 然后属于小中产反评 然后我个人是300个W左右 然后学历是985的本 呃 美国一个中上学校的硕 呃 外形是6.5 呃 是偏呃 纯净气质型的 主要的特点就是嫌小 然后呃 快乐症之后 有短暂交往过两个金男 呃 画像基本上都是单身 然后比我小进进行业 呃 收入是我的2到3倍 家庭资产是我的5到20倍 呃 然后呃 交往的体验都挺好的 没什么问题 但就是推不 呃 推动不了婚恋 基本上就是一提到这个 对方就会说在事业上升期啊 转型期啊 然后很忙没时间 呃 所以没有这个计划 或者是说啊 即使这个进入了家庭 也没有办法给很好的参与度 对 大概是这样子 你有玩吗 啊 没有 他在米上有付出吗 没有 呃 我们就是差不多正常吧 就是呃 呃 都是可能4 6或者3 7的一个 这个 对 日常就4 6和3 7的一个支出 对 没有特别的付出 嗯 他能够在资源层面 业务层面 生意层面 能给你带来什么提升或者帮助吗 呃 有 但是不多 呃 其实更多的是互相的 因为是同行 嗯 好好 接着说 嗯 对 然后呃 大概两个人都是这个情况 然后就是没有办法推到下一步 所以我不知道 请去去帮我判断一下 是不是呃 我根本就没有进入这样画像的人的框架 对的 然后以我的基本盘大概能匹配到什么样的画像的人 其实是这样子吧 对 其实是这样子的 这男的是 这男的有婚室吗 啊 没有 都没有 你 你 你是有婚室的对吧 啊 对的 所以说他知道这件事吗 啊 都知道的 啊 所以说这就是你做的错的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啊 第一个点的错误 其实找什么样的条件呢 是这样 为什么呢 对于你来说吧 没有那么关键 因为什么 因为你并没有非常多的花对方的你的这种诉求 你不是一个是的 故意非常强的这样的女生 所以呢 你想想的条件的男的啊 他无非就是说可能跟你比较平齐 或者说更好 那或者我我感受啊 如果略微哪怕差一点点 我感觉你也是能接受的 我感觉 可以的 因为你不花 是的 你对你身材的什么三七四六这玩意儿 知道吗 其实呢 是的 就是像你这样的女生一定是什么 你呢 是找的这种精英男呢 本身精英男呢 他们都是狗鼻子 懂吗 任何一个女的上来都会有几重特征 一个一定是想把她盘 想把她盘到手 搞定 结婚 所有的女的都会有这个特征 所以说 你们一上来呀 首先就走这个路子就走错了 对于任何这种 一把年纪不结婚的精英男 不要表现出过强的婚恋诉求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了解 就是 你不要去主动暴露自己的短板 什么 我有婚史这个那个的 这种话聊都不要聊的 知道吧 就是单身 问起来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 对不对 首先第一就是 我没有说 我也对婚恋 可能前几年对婚恋这个事 我也不迫切 然后呢 其实我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 两个人一起共同进步 摆这个姿态 因为你真的不花别人的米呀 你不花别人的米 可不就是共同进步吗 对吧 明白 我们要是花别人的米 这个天儿咱们就不这么聊了 知道吧 你是不花别人的米 你完全可以说 我就是想找一个人共同进步 对不对 我就是希望两个人一加一大约二 我们两个人能够彼此给彼此能量 携手共进就可以了 我对婚恋这个事吧 反正我觉得有合适的 能结更好 如果说大家都没有这个诉求 或者说也不强烈的话 那么这个事也没有那么迫切 就是对待这种精英男 一定是这种态度 首先你在这个态度上 让他觉得他没有戒备 知道吧 你们跟精英男一聊婚恋诉求 他首先戒备心到这儿 再一聊什么 我有啊 不是不是 我有什么婚屎 这个那个的 他马上开始 他的内心动作 我告诉你啊 他在跟你相处的第一天开始 他的内心就是这么对话的 哎呀 这女的还想结婚 那我怎么可能跟他结婚呢 先玩了 先砍着再说过呗 反正我不耽误时间 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了 他的颈备线拉得太高了呀 后面你就很难把他拉向神坛 我们首先是不能让他上颈备线 所以你说 我要找个什么条件的男的 我认为啊 任何一种条件的男的 只要你稍微的觉得能进得了框架 你都去 你都去搞 都去搞 广撒网 了解 你真的对别人没有物质诉求 你对别人没有物质诉求 其实是个非常大的优势 明白 就是其实一开始 把门槛给自己架太高了 对吧 你指的是什么门槛 就是把对方的警备线啊 就是自己难度门槛 对的 你太 我跟你说 太 严肃了 找 不要太严肃 不要太严肃 如果真的 你就是要短期之内 我说我半年 一年之内必须结婚的 那么你一上来 一定要去找一个 他一上来 他就迫切结婚的人 只有他迫切结婚的人 你们才真的有可能 在短期之内结婚 但是你也不可以暴露 自己原来有婚事这个事 那在什么时候 就说比较合适了 对方跟你求婚的时候 好吧 对方求婚的时候 好的好的 学到了 学到了 好呀 那我就说第二个问题吧 我快点说 对 目前有一个非婚恋的选项 是我围城前的前男友 然后 他是 被对方快乐症了之后 选择不婚 然后 他前面一位和娃 在漂亮国 然后他本人大 我15岁 年入 1500个W 然后资产 大概是两到三个小目标 然后我们是八九年前交往的 然后当时我完全没有引导 我也不会 然后大概两年一共是60个吧 然后他提出的大概有两倍 然后被我拒掉了一半 基本上这些都是个人提升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这个方向 没有固定资产 然后之后 有偶尔联系 然后每年生日会送我EW的礼物 然后他生日 我会给他送一个 2K左右的礼物 或者我自己做的东西 大概是这样 然后近期的话 他有约我出来吃饭 然后原因是 帮我庆祝在工作上一个小的成就吧 一个小的成果吧 对 然后 我在想不知道要不要推动 还是说怎么样 有点想明白 有个搞就搞着嘛 哎呀 下次别人再要给米的时候 咱能不能拿着 咱能不能拿着 拿了以后来报个闺蜜圈 不香吗 非得退给他 有病啊 我是直接拒掉了 你们也不要太清高了好吧 不要在那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这也不止五斗米啊 咱能不能拿着 改善改善生活质量 请小姐妹吃 吃个饭 进个闺蜜圈 可以可以可以 请去吃饭到时候 好吧 那其实觉得 适合去推动吗 在这次吃饭的结婚上 你看你这个金金男不也不结婚吗 有啥曲 还不如搞这个有米的 但目前其实还是倾向 如果有这个 婚恋的话 还是这个优先嘛 不耽误时间啊 不耽误事 不耽误事 好的 因为最近我在那个看房 然后他有提出说 帮我出房子的装修 那你快一点呢 那你快一点拿着 然后以及说 钱不够他 可以跟他说 但我理解可能是借的意思 对 那不一定 咱们不主动提借 他只要说跟他说 你就说我 插头说的 人家说你是赞助我吗 脸皮要酷 我跟你说 我们用词一定要精准 咱们从来不说借 要不就是说赞助 要不就是说支持 懂吗 你支持我 还是你赞助我呀 要这么聊天 不要说你借给我 这个借字在我们这嘴巴里说 都吐不出来的 我一说这个字 我就感觉我喉咙里头 就进石子了 好的好的 那最后一个小问题 没有问题了 先到了 谢谢曲曲 拜拜 好谢谢 谢谢曲曲 拜拜 你们 我跟你们说 你们动不脑子 来来来 你们我们现在就 再开始进入到 这个换位思考的训练环节 我们换位思考的训练环节 你们想想看 为什么我说 当你们跟一个男的 暴露了 哎呀我有婚室 然后呢 我又很想结婚的 这个时候 这个精英男 我是不是说 他的颈备 线一下子就拉上来了 对吧 他就会想 这女的想扑我的人 这女的想把我 把我搞定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居然还有婚室 我一个单身的精英男 他居然还想占我便宜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你们换位思考一下 现在啊 男女关系对调 如果说 一个男的 他现在 给你展现出 我是不结婚的 我是围城内的 那么 这个时候 咱们是不是就会想 你能给我什么呀 会不会 如果一个男 他一上来跟你说 我是不结婚的 我是围城内的啊 就好像他刚刚说的 这个男币 对不对 刚刚他说这个男币 我明确 我是不婚了 我有过婚 婚手 我现在不婚了 那么现在这个女生 她肚子里是不是会盘算 我们每个人 是不是会盘算 既然不结婚 你能给我什么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无形当中是干嘛 是不是就会加大 这个男的付出 我们就会在米上面 动这个男的脑子 或者说要资源 要平台 要米 对吧 我想既然你不能给我围城 那我要个12345 没毛病吧 因为咱们身份不对等啊 是不是 好 但是 如果一个男的 他又有米 又优秀 然后呢 方方面面看着都不错 他一上来 就是 我是要找结婚对象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脑子里 马上折射出来的 动作是什么 那我要扮演神奇良母啊 对不对 那我得让这个男的 把我放到走后框架里啊 那我这也不能要 那也不能要啊 我要了这些东西 把别人吓跑了 怎么办呢 是不是的 你们换位思考一下 你们就明白了 所以为什么 那些 那些有一些围 围城内的男的 他出来 他就说自己 我单身啊 这个那个 干嘛 他是在干嘛 他是在给你用身份画饼嘛 对不对 就是你去想的是什么 哎呀 未来我是有可能跟他结婚的 所以说我现在不能要这个 不能要那个 我不能开口 你自动的 就会降低自己的价码 对吧 所以说 你们看啊 为什么我跟你们讲 你们去给这个男的是一个动作 你不要一上来 把对方的这个紧接线拉上来 你把对方的紧接线拉上来之后 他在内心里就开始自动的给你降低下码 对不对 他就会觉得 我不可能跟你结婚 我不可能跟你这个 我不可能跟你给那个 你还差我一大结 你收入收入没我高 你你还有过婚事 我凭啥给你付出 我凭啥把你当做结婚对象 对吧 一上来 他就马上一二三四五 已经全部摆在这了 所以我才跟你们讲 我们一定是用魔法打扮魔法 知道吧 你们就是 我不要聊这个东西 我上来就是轻松 愉悦 开心 对吧 就是我们的关系就是舒适 我啥也不求 啥也不图 我上来以后呢 我先跟你是展现这个姿态 但是呢 我又表现了 我没有什么明确的短板 哪来的什么回事 那都 那都忘了 我就失忆了 我就失忆了 知道吧 你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个男的 他自动的 他不会把他的颈备线拉高 他会来评估说 哎 这女孩子方方便便都还不错 啊 又是个单身 啊 那我其实也可以 我看看呗 合不合适结婚呢 能不能走婚恋呢 对不对 是不是他这个条件的话 如果我不对他付出的话 会不会有别的难的 把他 把他抢走了呀 对吧 是这样子的 所以凡事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底层 我再给他理解明白之后 你们就知道你们的行动就没有阻抗 否则你老是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这么干 对吧 我老觉得我要真诚 我要坦诚 你坦诚了 你真诚了 但是问题是 你一上来 你就已经把对方的紧背线拉得无比之高 你后面任何目的达不到 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啊 这个直播间太有趣了 我们不管直播间有趣 你去把我们金贵的关系看一看 打破你的那个资源币啊 打破你资源币知道吗 那没有关注的宝宝 总还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或者是预约连麦 或者是想要学习我们的这个 哼哼哈哈的class的宝宝们啊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 我们给你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撕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大家 来下一个 我上来表现的我好像 黑不提白不提 不证明我真的不要啊 我在跟你拉情绪价值的过程当中 我还是照提啊 我该引导付出我还是要 我刚才搞的事我一个都不少啊 哈喽你好 哈喽你好 可以听到吗 也可以你说 我这个也是相对于 其他大家来说是比较普通的 然后先说一下 我们两个的基本情况 然后南方是90年 然后主业是叔叔 然后副业是做桃子宝宝的 然后年收入的话 可能也不是很高 就百个左右 家里的资产不是很清楚 开公司应该是有几个小目标 我的话是95年 一年30个不到 然后普通家庭 他是我老板 最开始的时候是异地兼职 然后后面同城两个月不到 发生那个 然后当天的时候 他就哄我住在一起 然后现在的话已经住在一起两年多 两个人是都不在卫生之内的 然后每个月零花米的话也不是很多 大概一到两个左右 工资的话是两个W 大概算下来每年付出可能只有十左右 刚在一起的时候就说过不婚 但去年上海口罩的时候就跟我说过想要结婚 但是目前的话是没有公开也没有承诺 就像他这种家庭他也说过他父母更希望的话是能够有门当户对的另一半 就很明显我是不匹配 然后他也不会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家里的话日常开销可以能够保障 但是比如说给我花的一些私下的米 可能他不是很愿意 就意思说零花钱已经给到你了 然后之前的话我们两个有吵过一次价 去年的时候 是因为他22年2月份 他有一次喝酒去YC的时候 三点多回来 然后我看到他有加了其他人 甚至想要后半夜的时候去人家女生家里 但我当时没有起跳 我是当时在上海口罩7月份的时候我就走了 走了时候他当时有提出满回 也会说给我名分 但是也没办法说正事 我回去待了十多天是各种拉扯 我最后是回来了 然后他有把计票路费什么的补偿给我 然后他那段时间的话分手就是是因为冷暴力特别严重 但是也是因为住在一起嘛 上班的时候就其实是没有什么交流的 然后家里也说不上几句话 平时感觉可能就是十点半以后的PY关系 但是频率又不是很高 感觉上就是工作上的搭子 今年的一个计划可能是说要开直播 然后是由我来做 但这个事情我本身是挺纠结的 因为是要用淘宝就是这个 不要讲平台意思 用淘子宝宝这个店主的身份去播 然后如果是用这个身份去播的话 我怕后期如果真的推进了 很难去再分开 或者说这个事情就会搞得很僵 然后我目前的话是没有第二选择 因为他是这个工作是叔叔嘛 这个工作性质是比较特殊的 我比较担心被他发现 就是他可以看各种监控嘛 然后就不知道去怎么选择 选个谋啊 真的吗 不等着等啥 你等着干嘛 等头胎 你在这等 你赶紧把他等了就完了呗 那要离开吗 废话 他给你啥 他能给你啥 屁也不是 但现在不知道 我刚才听了你四分钟了 我都觉得你在跟我说屁话 每一个标点报告都不常听 那应该是先保持现在这个关系 啥也不保持 赶紧让他滚 要啥没啥 就没有长泽的可能吗 哎呦我的妈 你跟他长泽有什么用啊 就算我退彎不说 你把长泽有个屁用 这男的已经把你看得一文不值了 你看不出来吗 你在哪儿啊 打个工挣不到啊 男的把你看得一文不值 你跟个保姆比个保姆还便宜 也有道理 还在那 当主播 我自个儿不能播 怎么着呢 手机买不起 非要他提供 我慢慢买个支架买个手机 就能干的事 我要给他播 我有病啊 你多大年纪啊 我95 还因为我大姐 想干直播就去干啊 天底下的大哥多的是 打开你的新世界好吧 别能跟他 跟他干什么呀 他自己业务做的又不打地了 好的呀 你把自己天花板搞高一点好吧 出去见见世面 别一天到晚的抱着个破铜烂铁 当个宝 当个宝 好的 就这 烦死了 今天这些男的就心里烦了 这是 怎么这么烦呢 我是不婚族 好 可以 你只要跟我说你是不婚族 好 一百万 不婚族 你不婚族 你拿 我都跟你们讲了 谢谢 Jayden哥哥 欢迎 Jayden哥哥 你不婚族 我是不是 什么东西 你拿价码 置换你的权宜 好不好 我们开蓝光 要付费 去广告 要付费 好不好 行不行 打开高清 要付费啊 你 你要我一重权宜 请你拿出足够的价码来 置换这种权宜啊 好不好 我什么都不找你要 你屁也不是屁也不给 分文不出主打陪伴 啊 分文不出主打陪伴 是吧 我要你赔 天底下两条腿的男人满街跑 我要你赔啊 我真是服了 搞什么都不知道 我都听到这种故事 我就是 我这个脑一洗 你知道吧 你们真的 把我们这个 把我们这个直播间 多看一看呢 行不行啊 提神醒脑 好吧 真的提神醒脑 我跟你们说 真的 这种男的呀 他们遇到你们的时候 他们心里就在窃息 知道吧 那 最骚的那个都被我碰到 最没脑子的那个 都被我碰到了 是不是 我这个成本都低到什么地步了呀 是什么 叔叔呀 家里什么 有资产的呀 自己做点生意的 我告诉你 像这种男的 他觉得吗 花天酒地 花的钱一年都不止几十个 你信不信 他绝对 花在那个YC的钱 花在那个洗脚的地方的钱 一年都不止几十个 他在你这一年十个都不到 你说他是不是打发觉 我花子 真搞笑 真的是 发尚链的 我气烦了 你还不如去YC呢 你去YC每天晚上有泄米 真的是 来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走上点关注 没有加粉丝牌 他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啊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那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1 或者是预约连麦 或者是想要学习 哼哼唧唧 可拉死的宝宝啊 左上角头下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给你们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 撕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 我告诉你们 一个男的 要是在他的女朋友身上的投入 都不如他在外面那个 稀巴烂的地方的投入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个 你就是个垃圾 知道吗 你们今天就给我把这个话记住了 米在哪 心就在哪 好吧 别跟我拿扯犊子啊 是的 除非他在哪都抠 他对自己也抠 对所有人都抠 什么米都不花 对吧 他要你就是匹配他的价值观 匹配他的这个消费水平 那也是一种活法 但是像这种人 我敢说他在外面 花点酒地的米 在你身上花的 就是他那个 花点酒地的N分之一 你信不 来下一个 但凡是做生意的都知道 那是个叔叔 不花点酒地 啊 还在外面做生意的这种叔叔 他不花点酒地 啊 有做生意的吗 来回应一下我说的这个话 有点概念吧 哈喽你好 喂 俱俱你好 听得到吗 哎你说 你好 就是目前有几个男生就 我比较迷茫 希望区区能给我点建议 我不知道是应该可持续发展 还是说应该断食离 就是我先说一下自己的情况 就是我今年25岁 然后是211本科毕业 身高1米73 然后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 获得过世界比赛的冠军 然后也取得过全国模特大赛的一等奖 然后毕业之后一直都是老师 目前是一名主播 年收入可能就四五十个左右 然后目前就是 A是交往了快三年 然后他比我大三岁 然后他家里可能就 父母资产一千个左右吧 然后他是帮家里就是 去帮忙 然后每个月可能收入就一万多 就他自己 自己没有什么米 都米可能就在他父母那里 然后他这个人是性格脾气比较好 对我又很包容 大概就这样 但是我就觉得他唯一不足 就是在金钱方面 稍微大额一点的 他就比较难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没有钱还是不舍得 他父母都不给他 他哪来的 你可以 对 就有几种 有几个情况 就是 第一个情况就是 当时我生病了还挺严重的 在病床上 需要他去买药 当时那个药 要两个W 然后他需要把那个付款码拍给我 我再拍给家人 因为我当时身上没有米 他这样他都不说帮我出一点 就是这个米 就我比较心寒 可能我不知道是自己想多了 还是怎么样 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 这都病床上了 嗨嗨 连垫都不垫一下的 对 他就直接拍给我 我就发给家人了 就这样 但是他就其他的那些 比如说几K几K的 他愿意滑坑 这个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他每个月的生活费多少呀 他没有生活 他就自己赚了 就在店里帮他爸妈打工这样子 对啊 一个月赚多少吗 一万多吧 那美米嘛 这不是突洋吗 突洋 拔不出来呀 但他自己配置就 他车都是90个 哎我的妈呀 那车不都是父母买的吗 对对对 他们这种公子哥 连连连连什么 有卡都要父母书 自己都张几勇 我真的是很偷偷 自己都张几勇好吧 而且还不算啥公子哥 他家里总共也就一千 其实也不算什么 特别有米的家庭 对 就可能就是适合 比较适合结婚吧 就跟他相处以来 就觉得情绪比较稳定 非常稳定 然后还有 适合结婚 你得就是说 以后他的收入上交 对对 就是这个问题 也就是前段时间 就是我让他把他的工资 或者是剩余的一部分 除了开支之外 剩余的一部分 放到我这儿 我不会用 我说只是想看到 一个结婚的态度 因为他家里也催婚嘛 然后结果他不同意 还说我压榨他 他说我每次 要用钱还要找你拿 这样好 就是挺不自在的 他说以后等我赚多了 或者结婚了 我上交都可以 就因为这么个事情 他没有什么情感经验吧 他谈过一两个吧 听这男的说话 就感觉没啥情感经验 就他处理得没啥智慧 就挺生硬的 对挺 我感觉 你得哄 知道吧 你平时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 你情绪价是给的够吗 我 可能不太够吧 我比较容易发贫气 经过关系学了吗 没有 准备学 他学一学吧 学完了对他就是降维打击 这男的是个秃阳 但是他没有米 对啊 是啊 但是起码你能把收入搞上交啊 那你觉得这段关系就是 他现在一直要回去 因为 我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我就跟他异地了 之前都在一起 然后他说 让我回去 他说如果异地的话 这个关系就会出问题 我就不太想回此 不想回去你就换人 不想回去就换人 好吧 那就不用纠结了 如果说你 你觉得无所谓 对不对 他本来也就很一般嘛 突洋一个 你想换也可以 我说这种都 对我们来说 都叫一次性杯子嘛 对不对 想换就换 无所谓的个事 好吧 主要就是这几年的关系 有一点那个什么 你多大 他说你多大 我25 你还年轻 的姐 他就是情 他情绪价值给我提供的 比较 你还年轻 你还年轻 想换就换 不重要 这个人不重要 不值得 这样用我们的那个内存 好吧 然后第二个就是 30岁 然后资产个人估计 至少几个小目标 或者十几个吧 然后当时接触了两个月 我就见了他两三次 然后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给我付出了20个左右 这是个围生内的男的 他开始 他开始没有说围生内 他是后面 就是因为他一直让我晚上 就留下来 留宿或者是 陪他去应酬 我都推脱了 我就以回家为借口 他可能就觉得没有意思 然后他后面就 就说 其实我不想骗你了 我是围生内 我觉得你不用告诉我 这这男的还不围生内 他说有小孩 对对对 这样意思让我跟他分开 然后后面 过段时间 他又说想我 让我做他的 哎呦 反正你现在也没个对象 你就多 你就提要求嘛 拿抛门口什么 对不对 你愿意 你觉得比如说 我就只想跟他在一起半年 半年我觉得 这个人给我付出多少 我感觉这个门槛 在我心里就能过得去 你就开就好了 他买东西还是挺大方的 是我知道 但是你还是可以开啊 人家既然有这个诉求 对不对 人家看上你了 看上你了 你就开嘛 我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就没测 你现在不是换了一个 新的城市吗 我是在家这边 在家这边 你有车吗 但是跟他也是异地 你有车吗 我没有 但是有房 但是还有 就是每个月房贷 比较有压力 哎呦 房贷还剩多少 总额 一块两百个吧 还有这么多 那也开不了这个车 咱们就先往五十开 你先让他 你先让他 给你搞个五十的车 他这个人 我觉得疑心很重 因为他建某第二面的 不要质疑我 我让你去开 你就去开 就好了 好吧 不重要 他是个什么人 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现在有这个心理门槛在 那么踏过这个心理门槛 他必须有价码 达成这个价码 就可以往后走 如果你抛出来了 达不成 他顶多也就是这个讨价还价 但是我建议你 不接受讨价还价 好吧 就直接跟他开是吧 对的 好的 就是 还有一个事情去 就是他当时 测试我 他自己跟我说的 他带我去看车 然后呢 他就跟那个 因为真的 当时我都以为要签了 他聊的就是 跟销售聊的就还挺 挺好的 然后后面就说 跟我回去商量一下 然后呢 回到了之后就跟我说 其实想测试一下你 你至少还有一点质朴在的 不像其他女的 别忘了跟我扯淡 对 就很无语 不用扯淡 我们这个直播间禁止扯淡了 不扯淡好吧 我还测试你呢 你当时没有买这个单 你就没有经过我的测试 知道吧 你当时那个卡没刷下来 等于说你就没有经过我的测试 你就已经被我pass了 他还测试你 真搞笑 好吧 咱们一定要有主人 主人文姿态啊 这关系还没开始呢 你想搞定我 就应该是 就是现在叫商品 你把自己商品化了 你明白吗 你把自己商品化之后 这个商品是多少价格 是我说了算的 你可以买可以不买 但你不能嫌我东西卖的贵 你嫌我东西卖的贵 你就转别家看看 对不对 好吧 然后就是他现在就是 他昨天就让我去他那找他玩 美其名曰找他玩 就是这种 然后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去了 他会不会付出 你找他玩 你不能跟他怎么着 这个底线要有 对对对对 但是你可以当个 把他当个哥哥 把自己当出一个小妹妹的姿态出来 就活泼可爱干嘛 他后来 让他 他又跟你聊嘛 当我女朋友这个那个人 说那你还测试我 你一点诚意都没有 我觉得你 你这个方式方法 只能给我当哥哥 就这样 那怎么才能当男朋友呢 那你肯定不能测试我呀 你肯定得 想给我送什么东西 你得送给我呀 对吧 要不然的话 我这么质朴 我还是回去结婚吧 我这么质朴 我不回去结婚 我跟你这围成带的搞毛线 好吧 大家可能之前就以为 我是默认识他女朋友的那种情况 这咋默的呢 就可能 可能交流啊 什么他就叫 比较亲你吧 那个称呼 他叫他 他叫我 他一吟 你管他干嘛呀 他歪歪 然后还有一个 20秒 我简短点说 就是 他 这个人情绪 就是情绪比较波动 比较大 然后比较极端 但是他家里 就是家里 也是家里比较有 他自己现在还有 还有几十个 负债的情况 就是这么个情况 这完全不考虑 妈的 负债还来问你吗 我问你吧 负债也问 你们都活胡散 还啥也没开始呢 首先开始负债 你说什么 他是恒大吗 负债到那个量级 都可以考虑 好吧 负债几千个亿 咱们考虑一下 好吧 负债个几十万 咱们就别考虑了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昨晚点关注 没有加粉丝牌的 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 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新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1V1 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 那边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 后台四 我们下播以后 一一回复大家 这男的挺搞笑的 看你是不是 还有一丝质谱 意思就是说 哎呀 还是可以把价格 往底下搂一搂 看你有一丝质谱 笑死我算了 你说我看你有一丝皎洁 来下一个下一个 哈哈哈 哈喽你好 你好曲曲 能听到吗 你说 啊 就是我的问题是 你贴了发票的是吧 啊我贴了发票的 对 嗯 就是给了分手米的男人回头 怎样避免被低成本持有 啊 就是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周年 然后长相气氛 然后长得比较清纯甜美 然后身材八分 然后微胖 然后上面优势很突出 都是全天然 全天然的 哈哈哈 然后大哥也比较看重我这一点吧 然后的话 他比我大二十岁 微臣累 然后我觉得他有点 伯乐和皇帝的结合体 然后我们认识是通过直播认识的 然后他三 嗯就是给我三年刷了大概有六百多个 就是加转账礼物 嗯 然后前两个月我们分手了 犯了嗯就是闹得很不愉快 然后我站着要了分手米 然后也威胁了他 然后给了我八十个 然后我们就锻炼了一个月 然后出去玩 然后展示自己的朋友圈 然后最近年薪上了 然后他每天也来我直播间跟我刷四五百 以前是刷三千的 然后他现在他跟我 昨天晚上跟我说 他说他最近想回国 想来见我 想请我吃饭 然后我很干脆就答应了 然后他也提出想跟我复合 我说那不行 我说这段感情对我的伤害挺大的 我说我现在我们先做朋友吧 做自己吧 然后他说可以 然后嗯 现在我就是不知道这未来 他还有十几天就回国了 那未来接下来的操作 我应该怎么去操作 因为他现在就是有一种心态 好像在低成本持有我 因为他给了我八十个分手笔 你这不是蛮简单那个事情吗 他想和好 你不就让他再刷不就完了吗 但是他现在每天拿我直播间就刷四五百 你为什么非要直播间呢 不能买东西吗 不能刷在别的地方吗 嗯 那我就是见面以后这个 那我这这期间的话 我应该是怎么一个聊天的一个状态 他在这期间聊天 然后回归到以前 就是那种很暧昧 就是 不用暧昧 为什么要暧昧 为什么要暧昧 不用暧昧啊 就是朋友啊 哥哥啊 妹妹啊 就是哥哥妹妹 对啊 朋友啊 什么什么总 什么什么哥 就是哥哥 然后什么总 然后就是以开玩笑 然后很开心愉悦的聊天 对吧 他如果还要回牛 那不行 那你回头得有诚意 要不然就算了 咱们还是哥哥妹妹吧 别搞得我再伤心一次了 对不对 她觉得她伤心 她说我问她会要分手米 她说 她说看我那么单纯 这样问她要分手米了 她说 她说可能有坏人教我 她说重要吗 重要吗 她的评价重要 我觉得不重要 不重要 我觉得不重要 因为因为这是我想要的 对 然后就是她回来以后 回国以后 我我细想的是 打算就是让她 她直播间不想刷了 我想让她固定 就是每个月给我 就是多少W 她以前是每个月 直播间刷四 这种讲都是不靠谱的 知道吧 一次 说个你心里觉得好的数字 每个月的事 咱们可以聊 但是要随缘 那你觉得我说多少合适呢 那我哪知道 你觉得多少合适呢 那我想跟她谈下四个 少了 不是 你们这些 你们这些姑娘可真有意思 哎呀 八十个的分手笔 就能谈三十个就回头啊 你们这以后可能做不了生意 真的 这个价格评估系统完全是混乱的 因为我觉得我 其实我还喜欢她 而且我要八十个 其实我都觉得我当时不该问她要 我感觉 哎呀 我现在呢 要不咱们算了吧 别要了 自己回去呗 不不不 我还是要 还是要 还是要 那我以什么理由 就是想以什么理由 比如说 你不是什么理由啊 我刚刚已经都把话说的告诉你了 还有理由什么呀 没带脑子跟我说话是不是 我刚刚是不是跟你说话 怎么跟她说的说了 就是你想复合的话 我们就需要你给我 就是一次性转多少钱 诚意啊 这就是诚意啊 对不对 你都伤害过我一次了 我现在能这么 啥也不提 黑不提白不提的跟你和好吗 那我不是自己给自己又来一道 但是我当时要分手明说 我是站着威胁她要的 哎大姐 你能不能不要跟我淡事啊 你个淡事是想说你什么呢 那 那我明白了 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正常的跟她聊天 然后回国以后 然后就开开心心的见面吃饭 如果她想提出跟我和好 想跟我发生什么 然后我再提 你就100上面提吧 等她还价好吧 你这个心理价位贼低 30 你这个30个心理价位 都都不用说 我觉得这太容易了 你好歹搞一点 够一下的这个数字 行不行啊 你稍微够一够 行不行啊 你这也太 你就完全一躺下了 属于是 来吧来吧 躺下了 你是属于是这个状态 那我 那我就跟她说 我说直接给我转100 然后成一 她说 然后然后她就肯定会跟我 还价 或者她如果说不愿意了 那我不愿意 我就放弃这个 算了呀 不愿意就算了呀 对呀 我没想着跟你和好 不愿意就不愿意呗 对那我就好好工作 毕竟 我也是一个网红嘛 然后有几十万粉丝 那我就继续好好工作 然后就放弃他 对呀 没问题啊 铁打的直播间流水的大哥 好吧 好的 好就这样 好谢谢你啊 谢谢 嗯好 搞不懂你们这些人 但是啊 你们别动不动的什么 什么 什么什么炸别人呢 什么什么 什么鞋别人呢 这样的 我跟你们讲 现在这些事很 很容易出问题的啊 姐姐们 咱们就是说 还是顺向的去做 很多动作 顺向去引导 顺向去做 在对方觉得很开心 或者说觉得愧疚 或者是什么 这种情绪下面去做 而不是恐惧 好吧 你们不要让别人恐惧你们 啊 让别人恐惧你们 这个里面产生的全是负能量 力气很重 像这种力气啊 你们带在身上啊 以后别人都能闻出来 真的 以后你再进入到其他的情感关系里的时候 别人都能闻出来 我们尽量什么东西都是讲 能让别人心甘情愿的 把这个事顺出来 这个才叫高级 这个才叫断位啊 那个动不动就是炸的 动不动就是骗的 动不动的就是 什么鞋啊 搞这些事情的就很low 知道吗 就特别特别的low 我们不要把自己这个气质搞得那么low 好吧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点关注 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EV1 或者是预约连卖 或者是想要学习我们哼哼唧 class的宝宝啊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给你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撕我 我们下播以后一一回复你们 哎真的 能够几年给你们付出很多的人 不是你们的贵人吗 不应该是你们的恩人跟博乐吗 为什么要用这种 啊 吓死人的方式搞呢 我真的是看不懂 哎下一个 哎曲曲你好 你好 哎你好 对然后我今天的问题 啊 其实我之前连过卖 然后就是我跟他认识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 然后现在的付出一共是20多左右 然后就是因为之前您跟我说其实可以一次性的跟他要一个 比如说50个W 然后我想说现在其实嗯其实今天主要就想问一下比如说能不能开口要就是生活费这样子 因为现在差不多就是相处了一个多月啊 你这个情景介绍介绍完了我都对不上号 嗯就是我跟他是就是反正认识一个多月然后呃就是呃他是年龄大概40岁然后我是27岁左右然后我们是那个校友然后认识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米是怎么花下来的吗 呃第一个时是就是在一起之前他先给我打了10然后后面的就是买礼物然后和转账啊 所以说是在一起之前10在一起之后10是吗 呃在一起之后礼物有10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小额的就是可能大概有5个左右5到10左右 你们从来没有聊一个生活费的事没就 对从来没有聊过 好我建议不聊 我跟你们讲生活费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开始聊的 没有开始的时候就聊明白 开始了之后聊生活费这个动作很危险 嗯 知道吧 因为有些人是这样的啊 有的有的男的呢 他很不喜欢这种要跟你给你这个动作 他会显得这个动作很交易状态 但是呢如果你在各个维度上 对吧你先分析出来他是哪个模型 他是他是柏勒男还是皇帝男对吧 你分析出来他是哪个模型之后 你在他喜欢的那个点位上时不时的直接去提 他会觉得这个是他在给你一种关爱 或者说你在给他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他会是这种感觉 他会觉得消费体验感比较好 嗯理解 但是因为之前就是跟您连麦的时候 您跟我说就是可以一次性跟他要一个大的 因为就是我自己可能年收入有一百左右 然后就是我现在是想说能不能就是让他用一些 一开始没有要都是他给就是他给的 没有啊你们关系不是已经开始了吗 我这个话说在什么时期的呀 就是你之前说可能是不是在一起三个月的时候可以跟他提这个 那现在才多长时间呢 一个多月嘛 嗯 那你招什么急啊 那现在就是就是因为我感觉就是现在其实他就是付出就是都是礼物这种形式 我是想说能不能就是比如说让他转账的就转米的这种形式 你去买一些好变现的礼物不就行了吗 嗯理解 就是我不喜欢给大家出一些非常非常危险的动作 有一些动作它是危险动作 我要米要生活费这个动作很有可能它是一个危险动作 就这个动作你们的感情没有到时常的时候 你去提这个东西很容易引发对方反感 有没有可能不反感 但是有可能他也会反感 嗯理解 那曲曲您觉得就是可能大概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跟他提这个 我认为生活费和委员费为什么还说啊 如果你在对方眼里你是一个自己有工作的人是吧 对的 你年收入多少 一百左右 你年收入都有一百了你找别人要生活费别人会觉得你很low的 嗯 但是我就是感觉想让他把这个付出固定或者稍微再增加一点 就是现在不知道能通过什么方式 没有看课呢 嗯没有看 嗯 你连了两回卖了我麻烦你先去把课看一下行不行啊 嗯嗯 你到时间积累了你直接就就就该植入需求植入需求搞大的就好了呀 嗯好的好的嗯好的就这样 哎呦 真是我听着你们这个好感很重的人我头不是痛真的我每一次听到你们这自己的自己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然后好感这么重我真头疼 我是不是跟你们讲过了的你们的动作啊要吻合你们的人设你们的动作不吻合你们的人设因为一个男的一开始一定是被你营造出来的人设所吸引的如果说到后面你做动作的时候不吻合你的人设了那么就会推翻他喜欢你的基础 知道吧你那个状态本来是一个啊年入百万的精英女结果你竟干一些那个的YC的女的跟他开了口你我一下子你的那个基本盘就被推翻了你基本盘一推翻这个男的他就不喜欢你了知道吧所以我听你们讲话我的头痛能不能先把我们基本逻辑稍微顺一顺啊先把先把先把基本逻辑顺一下好吧你们真的 你们课也不看然后呢我说提大的我认为啊我一般说提大的是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开始之前对吧我应该是在说的开始之前让他提大的我应该不是说开始之前提大的我一般不会说是就是你跟我说我说你让你三个月提大的我脑子里都是问号我不知道我真的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个话但正常来讲的话我一般会让大家关系开始之前先提大的东西先落实然后再开始 关系这个是我一概的一个习惯对吧后面三个月到半年的这个时间是要铺垫情绪价值的工作然后到一个时期的时候再去说大的是两个两个阶段性的东西 什么生活费我听到生活费三个字我头疼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主要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三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卖的宝宝或者是想要学习我们哼哼唧唧class的宝宝啊 左上角投降点看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四伍我们下播以后一一回复你们 来下一个 哈喽你好 你好 啊你好能听到吗 哎你说 啊你好出去我是你的粉丝然后关注你很久了然后上理一下我找的地方啊然后我说一下我的我的基本情况 然后我现在是呃我是30岁然后我是自考的本科然后在一个新一线城市然后我自己本身情况大概是呃有四到五套房 然后是家里买的因为是独生女然后呃女儿收入大概20左右 嗯 嗯 哎我就是卡住了接着说 能听 啊 接着说接着说 哈喽 哈喽 啊你好能听到吗嗯接着说 你好 啊 接着说啊然后我现在就接触了一个人他是呃围城内的然后他有一儿一女他大概他是开学校的然后他大概也是300 300到400个左右 然后 但是他在认识我之前 其实已经在商量 就是要扯快乐症网 然后他 跟我承诺的是5月 5月份5月底的时候 会搬出来住 他确实也搬出来住了 本来他就住在那种房子 这种洋楼 然后他们也已经是分床了的 然后他说6月底 会把快乐症扯掉 然后我看着他的脸 可能我觉得他人品也很好 但是我不知道 我看的准不准了 然后我就是想说 我觉得我这个 就是条件的这种情况 有必要找一个这样子 这种条件的人吗 他啥条件 Hello 我听不到了 你重新连一下来 你把网坏一下 重新连一下 你挂一下小姐 你挂一下 重新连一下 他这个好像网也不太行啊 他这个网不太行 先连下一个吧 哎呀 哎呀 我的妈呀 我这 人也领不了了 我的妈呀 我真是服了呀 哈喽你好 你好 你说 你这个环境 环境不太行啊 你搞搞个好一点的环境连 能听到吗 现在你说 你好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那个基本情况 我那个32岁 然后延迟在六分吧 自考的本科 原生家庭不成好 围城内 然后有两个小孩 就是 就是我老公那个 就是分居嘛 就是不在一起经常 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 就是跟他谈那个 就是说快乐症的事 但是对方不同意 然后还找了那个就是途径 但是没有成功 然后在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 就是在工作中认识了一个就是公司的一个领导 吧 然后49岁为城内的 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 7月份的时候就就在一起了 我们都是在那个三线城市 就是到目前为止 就是差不多给我就是花了10个W左右的样子吧 然后 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感觉 现在就是这个 就是感觉 给我提供了很大的那个情绪价值 但是在米方面的话 就是比较cow的那种 就是我现在的问题 就是说 跟我自己这边围城内的这个 不知道该怎么去那个 然后另外这边 你是因为 你是因为外面这个想扯快乐症 还是你没有外面这个的时候 本来就想扯快乐症 没有外面这个的时候 我就想扯 就是在19年的时候 还没认识现在外面这个 就想扯 然后就是在 然后到了21年的时候 才认识工作中的这个 嗯 你跟你跟你这两件事 就没有没有必要混在一谈说呀 你跟你家里这个 要扯快乐症 直接就走程序就好了呀 嗯 但是他不同意 就是一直扯着 然后就亮到一边 他不用同意呀 你就正常速就好了呀 正常速呀 呃 当时也走了途径的 呃 然后一些原因就是 啥原因呢 没成功 为啥呢 嗯 当时调解了一下 那不就解了吗 你不接受调解不就完了吗 你不接受调解不就完了吗 就是还有 就是有有有那个症在那 但是其实我们俩的感情是没有了的 然后 现在就是 呃 现在这个就是跟现在外面的这个呢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 你到底在问什么 来来来来 你别再跟我稀里糊涂啊 你要扯快乐症 就先把快乐症扯了 你跟外面这个是外面这个的事 好吧 这是两件事好不好 这是两件事 嗯 这两件不相干的事行吗 嗯嗯嗯 这两件事之间不发生关联好吗 好的好的 我 我知道 那个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 呃 就是跟 呃 外面的这个的话 就是说 有没有必要这样下去 没必要 你两个人都没必要 知道吧 第一个男的 想扯快乐症 走诉讼程序 第二个男的 你要你要什么 你在这个关系 只是要个情绪价值吗 我觉得如果要个情绪价值 你可以找个单身的药 如果你找一个维生内的药 我认为你一定是有实际需求 我有物质需求 有有资源需求 有平台需求 这三项东西 其中任意一条 他能给你 这个关系就有价值 他不能给你 这个关系就没有价值 其实我是想 呃 能提供我物质 这个 但是你要什么东西 他没有给 对不对 呃 对 因为他在 因为你在他眼里不值 懂不懂 他并不想给 他只想跟你提供情绪价值 他只想主打陪伴 确实是 因为 感觉他会每天找我聊天发信息 然后他说我没回他的信息 他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情绪 哎呀我的妈呀 哎呀我的妈呀 不是 关你什么事啊大姐 怎么今天一场全活菩萨 哎 影响他的情绪关你什么事 你说你不跟我给米 你还影响我的情绪呢 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不在一个城市嘛 然后他有时候会经常半个月就回去一次 然后这几天我就跟他提了一下 我说在我这边就是说买买买房子 然后他说有这个想法 就没有其他理想法 哎我的妈呀 我想考清华 我也有这个想法 知道吧 一直都有 但是考不上没事 我可以让我以后拿来再考 不太实际的 可是 就是就是自己还是有一点那个 就就想抱着那种想法 你都不适合我们这个直播间你知道吧 真的 你不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直播间 因为你找的这些目标对象太稀巴烂了 这不吻合我们的规格 就你讲这些东西 我听得把难受 就这种男的我也不知道 弟兄来干嘛 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要跟他说话 为什么我要在乎他的情绪 为什么我要回他消息 为什么我要让他来找我 我都不懂 我看不懂 但是现在我就是感觉 因为是工作中论事的 然后是公司的一个领导吧 然后感觉如果说不那个的话 就觉得挺尴尬的 要不就辞职不干了 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反正你的工作也挣不了几个米 咱就换一个呗 好吧 那挣不了几个米的工作 非干不可吗 好的好的 那我吃了那个了 好 拜拜 好的 你们那个找直播间 那咱们也要讲对口 知道吧 这直播间一定要对口 我们讲生血 是不是也得对口 什么东西他有个对口 就你们这个问题 问得我脑子疼 知道吗 我跟你都没办法换位思考 我真的 我们要解决别人的问题 首先是要做到能够换位思考 我才能解决你的问题 你的这个生活啊 在我的生活里 它都不发生 我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 明白吗 我都不明白 你是怎么踏上这条路的 你是怎么跟这个男的好上的 我都不太懂 你说我咋跟你换位思考 我不换位思考 我怎么跟你解决问题 是不是的 他没有关注的宝宝 总要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就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的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一为一或者是预约连麦 或者是想要学习我们 哼哼唧唧class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 我们首页的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 没跟你们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私 我们下播以后一一回复你们 我跟你们说 其实啊 怎么分辨这个关系 或者说这个人 他跟我们的整个状态 匹不匹配呢 我跟你们说是什么 是强者逻辑跟弱者逻辑的问题 很多人虽然 他也处在一个不那么 就是富贵 或者什么的一个状态里 但是他说话 他其实是有强者逻辑在的 或者说他能够 因为你给他的一些 强者逻辑的策略 他能够跟着你的节奏走 但是有些人 他是一直处在一个 弱者逻辑里边的 弱者逻辑是什么呢 弱者逻辑就是 他想怎么样 弱者逻辑就是 我们的所有的造句 都是他为主体的 他为主语的造句 对不对 他想让我怎么样 他心情不好 他要来找我 他不肯离我 怎么办 所有的造句是 他是主语 这个就是 严重的弱者逻辑思维 所以我老跟你们说 所有的人 在提问在干嘛的时候 一定是把我放第一个字 把我放第一个字的时候 就说明你有救 或者说 我让你把我放第一个字的时候 你能马上跟上这个节奏 也说明你有救 明白吗 我想干什么 我想要什么 我愿意拿出什么 去置换什么 对吧 我放第一个字 然后你再来造句 我就知道 行动路径是什么 怎么能达成你的目的 对吧 这就是强者逻辑 跟弱者逻辑 它的典型 这个思维差异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逻辑里 永远是 因为我要什么 所以我用我的目标 去倒推我的诉求 去倒推我的行为 倒推我的语言表达 倒推我的情绪展现 你们就是老是 他想干嘛 他们干嘛呢 就是他在不停的索取 他在不停的要求 我在不停的配合 我在不停的让步 对吧 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听不进去了 我没法跟你聊 聊不下去 好吧 来下一个 哈喽你好 喂 谢谢 你好你说 谢谢你好 请小伙伴们 拜托不要录音 或者把我声音 用一个变声器 然后我的情况比较差 我是39岁 5年前扯过快乐症 现在带一个10岁的女娃 然后前面那个是七八烂 我相当于近身出户 围城内她投资了 然后也欠了很多米 扯了快乐症以后呢 她可能又听说有烂度 然后也欠了更多的米 然后就over了 那因为她也同在体制内 所以对我造成了 一定的风影影响 然后也没有给玩儿留下什么东西 相当于我自己一个人养娃 那我现在呢 是体制内的光环行业 然后是二线城市 我只是普通二本 法律工作 但只是 目前只是一个小兵 没有职位 那我年收入是20个W 但用于房贷是10个W 那没有车 然后个人资产是50个W 那原生家庭也不太好 父母同退休了 然后跟我一起住 然后我没有傻女 就是父母没有傻女 那我自己长相是6分多一点 就是别人评价还比较好看 在体制内 那我身材一般不到1米6 然后就身材就是飞机长 身材是飞机长 但是就是气质穿搭还不错 就是比较淑女 然后优雅那种 然后就是会比实际年龄 鲜小5岁 那我对对碰5年期间 对方的物质条件 要么比我差 要么跟我差不多 那么我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我想长泽 再进入围城 我的目标人群 应该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自己应该有一个 怎么样的人设 身份目标定位适合我 我要展现一个 怎么样的形象 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我的年龄 还有过去的经历 是否要向对方隐瞒 或者说我需不需要 向对方就是 假如我自己的 这种惨烈的过去经历 那我的问题 是这样的 你首先在你的择偶过程当中 你需要有一个 绝对的价值点位的追求 就是你到底最想要的是什么 或者说你现阶段的生活当中 你最缺的是什么 你最希望对方 能够为你提供的是什么 就都想有 想有一个强则 然后又想对方经济好一点 只能有一条 说一条 你觉得最重要的 要不然你为啥要结婚呢 我希望物质条件好一点点 因为过去学到太稀巴烂了 好 你就是希望能够在物质上面 对吧 把你拉一拉 对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就建议你呢 首先 不要在乎年龄 不要在乎别人的年龄 不要在乎别人有没有婚事 别人有没有娃 只看一件事 一切以对方的付出为唯一衡量指标 这个人愿不愿意付出 能不能在经济上带动我 这个为唯一衡量指标 其他东西都不看 首先是这一件事 然后 你需要去示录 就是你需要去激发男的的英雄主义情怀 让他觉得你是一个带孩子的一个女人 不容易 因为你想要的那种物质 其实也不大 明白吗 你不是那种想要搞很多米的那种女的 你不过就是希望别人能够在生活上帮衬你 给你搭把手 把你往上稍微拉一拉 提升一下你的生活水平 对吧 所以说 在这个基础上 你只需要去激发一个男人的英雄主义情怀就可以了 他觉得 我可以来照顾你 我愿意去拿出我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来照顾你 因为你也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我觉得你也可以当一个嫌弃良母 就可以了 但是 这个示弱呀 不是通过去讲述过去的情感 有多么的惨来示弱 而是通过展现现阶段你的生活的压力来示弱 就自己带孩子这件事很不容易 包括工作上面方方面面的 可能我也不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平常也不是一个人际关系属的特别好 我觉得提升的空间可能也比较小 但是现在带孩子呢 方方面面压力比较大 所以我现在就是希望我找一个能够为我遮风挡雨的男人 表达这个东西 不要去谈及你过去失败的情感经验 因为这些东西你不知道说出来是正的还是负的 很容易变成自己的小辫子 没有必要 可以展现当下的压力 就是当下的这种 就是展现经济压力 展现经济压力 懂吗 那些男的不要管他年纪多大 比你大10加2岁没事 但是他因为你一展现经济压力的时候 他知道我有口子 我有机会 他如果真的想要跟你在一起的话 他就会帮你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好就这样 拜拜 好拜拜 怎么今天这场那么 还赶不着星期四了呢 这 啥情况啊 今天这场赶不着星期四了 难道是因为我太火了吗 难道是因为这个金字塔尖的人都 都已经进到我们的池塘里头来了吗 现在 难道是因为我太火了吗 妈呀 我跟你们说 想搞大的 这个想搞大的 是需要包装的 知道吧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搞大的 是不是首先得找个肥养 对吧 这个人他本身自己毛多 对吧 你说这个毛多的人 人家都是见多识广的 人家都是选择范围很广的 那这种情况下 你是不是得在他看得见的人里头 他得脱颖而出 对吧 你得有光环 有绝对的价值长版 你得让别人觉得 你配得起 我才能跟你搞大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但是如果你是搞小的 就像他们这种量级的 你搞小的 你只不过就想让别人 帮衬一下你的生活 这种时候 你就示弱就可以了 不需要高大上 知道吧 你搞高大上 那些男的 你想吸引你的 那个曾经的男的 反而觉得他配不起 反而觉得他养不活 他觉得配不起 他觉得养不活 那个真正的大了 又看不上 你这不就成了个半调子吗 对不对 你这就是高不成地不就了呀 是不是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总要点个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团的 加个粉丝团 加了粉丝团会收到 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个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我们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一一预约连麦 或者是想要学习 哼哼唧唧class的宝宝啊 左上角头下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或在粉丝群里面 跟着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 后台四 我们下播以后 一一回复大家 来下一个 哈喽你好 你好 我是我个人的 EVE学员 然后呢 我今天想咨询的问题 是我应该拿着这个米 回老家 还是把米买房 留一线程序 你连了发票了是吧 嗯 好你说 嗯 有点紧张 我老公是二婚 我头婚 然后呢 我们结婚不到三年 目前没有小孩 婚后因为口罩的原因 就是她失业不顺 然后亏了两千个 然后呢 也因为之前的 就是上一段 她的婚姻 留的问题 我们也因为这个方面 经常吵架 然后就是 失业干净都不顺 目前呢 也因为考虑到 很多现实原因 她想扯快的症 那我呢 本身原生家庭普通 老家三线城市 然后90年 没有生孩子嘛 然后打专毕业 后面呢 又提升学历到本科 工作也一般 在上海年入25 我有点紧张 然后我老公 她对我还不错 三年呢 不到大概500 给了我 然后目前呢 因为很多原因 她如果和我 继续在一起 可能就什么都没有 同时呢 背负了很多债务 还有感情压力 如果呢 所以说我老公 对我还不错 三年不到 大概给了500个 目前呢 因为很多原因 她如果和我 继续在一起 可能就什么都没有 同时呢 背负了很多债务 还有感情压力 如果和我分开了 她和她前面的 可以强强联合 做得好的话 可能可以再回到她 就是原来高光时刻 所以目前呢 就在商量 扯快的症的事情 就是说第一个 就如果留在上海 我们要买一个房子 买个房子首付呢 在700 我出100 她出600 然后呢 剩下的贷款 也都是她还 这些都是可以写在 协议里面的 她也同意 那如果买这套房 也相当于 把我们现在所有的 能拿得出来的 都拿出来了 其他又负债 如果说我不留在上海 就是我就拿着 这个首付的米回老家 那后面呢 也不会有负债 也相当于 对她来说也很轻松 所以我很纠结 就是回去还是留在这里 那留在上海的 就是说好的地方 就是主要是 还是后面想通过 她可以通过 她的一些资源 去做一些事情 这也是我比较看重的 我还是想拼一下事业 然后当然了 零到一 是需要我自己去突破的 不好的一个地方 可能就是 如果说继续留在这边 肯定就是和她 不清不楚的关系 如果说以后 因为经济方面啊 家庭关系啊 她可能会和前面的抚婚 虽然她说她感情 她也不会再去负 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 我也怕自己 在这样的关系里 迷失了自己 找不准自己的位置 因为我们婚姻 程序期间 其实就是三人性 然后吵架也太多 感情没有了 然后其次就是 如果说扯得快适症 我怕我自己和她 渐行渐远 毕竟我没有孩子 没有牵绊 那前面的那位的话 既有事业 经济 还有小孩 家庭 亲情和她牵绊着 所以就是那关于留在上海的问题 她也说了 她肯定给不了陪伴 她很忙 后面的主要的经历 也应该是在前面的那个家庭 但是呢 她说她不会不管我 我觉得她在撤退后撤 然后再来说 如果回老家 其实呢 回老家的 就是好处的地方 就是脱离的这样的复杂关系 言不见为近 然后就是有 可能有存款 几百万 然后有房 有车 生活没有压力 但是不管是工作环境 还是回去后的一些 闲言碎语啊 可能被催婚 都是需要去面对的 也是我最担心的 也怕自己高不成低不就 所以然后最后还是想 让曲奇帮忙分析一下 就是 嗯 我90纪念33 还有机会吗 首先呢 这件事 反正 你们两个人扯快了认 这个已经是要铁板钉钉的事 对吧 分开 她去跟前面的复婚 这个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增值选项 对吧 这个很明确 就我们从 我们从利益层面来说啊 这样就不纠结感情 这个东西 从利益层面上来说 她选择回到原有的 那个位置上 那么对于你来说 也是有好处的 因为你可以现阶段 再多拿600 对吧 然后她也能够 再再再再次起飞嘛 所以这个是铁板钉钉的事 那么基于这个铁板钉钉的事 要选择留在这里 还是回去啊 其实这个不基于就是说 咱们的情感怎么样 而要基于你对于自己 未来的规划 到底是想拼事业 还是想嫁人 如果你是想嫁人 你想找一个差不多的 就那样的 没有 不是说有太多物质的 你想找个这样的嫁人 那么你可以回去 但是如果你是希望 自己未来能在事业上 出成绩 那肯定是要留在上海 那如果 现在 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一定会选择留在上海 为什么呢 因为 在我没有把事业 奔起来之前 这个男的 是不是我 有可能啊 还能再多拿到一点的项目 这只是个可能性 它不一定 对不对 但是它是个可能性 在我的事业 还没有发展起来之前 这个人 他也算是我的一个小事业 我呢 觉得 我把房子 买在上海了 对吧 起码第一点 他后面 他还会一直给我还贷 对不对 第二点 我在上海 我也算是在上海 我能落得住脚的人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已经优于90%的人了 我的起点在这了 好的 对吧 而且有这个基础的情况下 我再去奔事业干嘛的 我也算略略微微的 有一点小光环吧 毕竟我是有房产的人 对吧 那它基于你的生活水平 基于你未来 可能发生了一些 事业上的变故 它如果有能力 那么它是只有可能 再跟你给一些付出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对 但有一点 就是 你要做到这个动作 必须基于什么呢 你对这个人的感情 你要抽离 你必须要慢慢的去抽离 抽离感情的动作 是通过什么来做到的呢 就是你要去找新的目标人物 你需要换血 你让别人冲进来 把它冲出去 就是这样 你只有自己抽离的好 你才能够把它当项目看 我知道了 谢谢 谢谢曲曲给了我很多 就是 谢谢你 好 拜拜 谢谢 有的时候啊 我跟你们讲啊 人呢 就是叫什么 叫实时务者为俊杰 什么叫实时务者为俊杰 就是你站 那个叫什么 你站在一个位置 你就要发挥一个位置的价值 当你发挥不了 这个位置的价值的时候 你要退出来 真的是这样 有的女人就是 她老想当正的 老想当正的 问题是她没有 那个当正的的价值 她还扒着那个坑 然后呢 搞得最后 那个关系就稀巴烂 分分离析 对吧 然后这个关系 就变成一个消耗的关系 对双方来说 是个消耗关系 格局大一点 还不如往后退一步 对不对 退到你该有的位置上 你退到你的价值 能匹配得住的位置上 这样的话 大家都舒服 是吧 这好像有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有些女生 啊 想要跟一个超级有名的男的 一起 结果呢 那个婚姻死退退不动 那我们就会说 你主动提出 我愿意跟你签婚签协议啊 对不对 反而 你可能还能为自己 谋得一点机会 因为那个男的 从价值评估上来说 他确确实实是觉得 他不愿意 对吧 如果说老卡克卡在这的话 其实你想要的也得不到 他也不舒服 这个就叫得不配位 得不配位 知道吧 有的时候真的 人要跳出来 自己当下所处的 那个局面 跳到高一点的维度来看 最终一个关系 肯定是双向舒适 他才能长久 或者说他才能一加一大约二 如果是双向不舒适的关系 到最后一定是 一定是破裂的 一定是破碎的 对于双方来说 他一定是折损的 大家没有关注的 保罗 左上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的 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一一一 或者是预约连麦 或者是想要学习 我们哼哼唧唧 十点半class宝宝 左上角头下 你也看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跟你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 后台撕 我们下播以后一一回复你们 下一个 古人云呢 这吧 取妻取贤 那妾那色 如果你只有色 你就别想当妻 真的 客举要打开 哈喽你好 你好 曲曲 你说 就是 我想追我的老板 然后我就讲一下 我的一个基本情况 就是我是92年的 然后我老板是90年的 然后我老板的身家 大概是有一个小目标 然后我自己一年 大概是20个 然后我早年是在新加坡留学 然后我的老板是在国内上的大学 然后他是自己白手起家的 就是靠自己的能力 然后 昨天我有让我的领导去问了一下 我的老板的意思 我的老板意思就是说他不想结婚 就大概目前就是对我没什么兴趣 然后 我也有发微信跟老板 有发地球跟老板聊天 然后老板也对我就是比较不冷不热 目前就是说我们是一个认识半年 但是每个月会聚于次餐的一个状态 然后私底下可能三个人吃饭 也有吃过两次 我有送老板两次回家 然后老板目前他身体不太好 我在想我有没有戏 然后昨天晚上聚餐的时候 我也有发现我的老板有注意一下我 因为他好像知道我对他是有点意思的 我就想说这个还有没有戏啊 我 是这样啊 你咱们能不能把这个事当正经事搞啊 你把这个事当正经事搞 你这个 你这个差距也太大了 小姐 差距在哪 你说差距在哪 你还觉得自己没差距啊 能不能讲得直白一点 人家身家小目标你一年二十万 你跟我说差距在哪 你说差距在哪 我的妈呀 但我的家庭条件也还行啊 因为我家庭 大概两千个是有的呀 哎呦 要怎么说这个人呢 但凡占了普逊 那就有点 吓人知道吧 你能不能自我认知清晰一点呢 自我认知清晰一点好不好啊 我的老板他就常年单身 然后也没 恋爱经历也比较少 可能谈过的也就一两三段 我跟你说 你想搞不是不能搞 但是咱们就说别把这个事当个正经事搞 就是这种事情希望很渺茫 你就随缘佛系搞可以 那我要告诉他我喜欢他吗 你可以直接没事 有事没事找他聊天的 你就在他面前展现你自己的性格优势啊 对不对 如果说你能够 如果你这个老板在取向正常的情况下 对吧 你看那些什么 这个任某飞也好 或干嘛也好 很多人他都是把自己的秘书 最后扶正的 是因为你方方面面的进入到了他的生活 而且让他习惯了 最后让他觉得哎呀我没有办法 我失去这个人的话 我确实生活都变得不方便了 如果说你能走上这个轨道 他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事情的事情太渺茫 希望他渺茫 你要放轻松 状态轻松 就是去去去 随便玩可以 但是不能太把这个事当个正经事搞 是 就是平时有事没事找他聊聊天 即使他不回我消息 也继续找他聊聊天是吗 对啊 对啊 对他是一种骚扰啊 可是你不骚扰你也没戏啊 不要变成骚扰状态呀 只是在轻松愉快的状态下聊天呢 然后适时停下来呀就好了呀 就 就大概就是觉得很妙吗 我应该去 就是自己去 就是对对碰一下 多给自己 寻求一点点的机会 你在公司里边该展现光环 每天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 对不对 每天人要精神 要让别人觉得有正能量 然后你在你自己的这个朋友圈里边 要秀 你平常有什么爱好 对吧 你平常有什么生活圈子 你自己是什么生活质量 就这些东西要有 然后如果人家真的对你感兴趣的话 当你再做出一点点的这种追求动作的时候 别人就会有回应 因为我之前不是听你说 就是你说如果想就是说 喜欢一个人你就直接告诉他 你喜欢他 要直接这样来吗 我啥时候你讲过这个话呀 我就是有看一些你的视频嘛 我哪个视频里的就是跟你们说喜欢一个人 你就直接告诉他呀 我啥时候 我到底啥时候跟你们讲过这个话呀 你们能不能别往我脑上扣啊 但是我昨天就是也让我的领导 就直接跟他说了 说我喜欢他 反正我自己没有亲口说过 所以呢 所以这样子也相当于跟他说了是不是 对呀 那这个操作是不行 不适合的是吗 这个操作 就有点莽撞 莽撞是吗 对的 那就是我公司里的领导 他是知道我喜欢我的老板的 那我这个事情以后也应该少跟他说什么 你说都说了 这不是重点 好吧小姐 这不是重点 我刚才跟你讲的操作路径 你到底听没听啊 就是有事没事找老板聊聊天嘛 就轻松愉快一点嘛 然后平时多展示一下自己的生活 对呀 你所谓的让不让他知道你喜欢他这件事不重要 你不要这么 我要不要跟他说呀 别人要不要跟他说呀 我要不要跟他说呀 这不是重点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其实想要在自己就是接下来的职业发展上 我想要赚更多的米 目前我们的行业的这个天花板 也就是一年也就是二十来个 就差不多了 我就已经差不多是这样了 就是除非我有近身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有时候在想我要不要换一个行业 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 我有在想这个问题 如果想多赚米 当然是哪里能赚米去哪里了 对就是我有 如果说能找到合适的机会 可能我想要去赚更多的米 但是肯定是得前提是离开这个行业先 对才能去换 对 比如说会去 比如说是北上广深这样的 或者一线城市这样的地方 去寻找一下这样的机会 那么你的婚恋组织是要放一放的 对 反正现在也已经三十家了嘛 就也就还是走这个职业的这个靠 想清楚 空间说就放一放嘛 哪里有米就去哪里嘛 没毛病 行 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我想让我的家里给我买一套房 目前的话就是我 我家里就是给我一套房 我觉得那个房子之前说是投资用的 我觉得房子离市中心比较远 我想要一个市中心的房子 但是呢 其实我 是我爸妈 不是我爸妈亲生的 养的吗 但是就是我爸妈从小 对对对 但是我从小就是我爸妈在我身上也投入了不小教育 毕竟他们还有送我出国留学什么的 所以但是目前就是我很想就是说让我爸妈去给我搞一套市中心的房子 但是也就是我们二线城市的一个市中心的房子嘛 那我要怎么做 就是因为我毕竟上面 有有个哥哥 然后哥哥已婚 然后有俩娃了 哥哥是亲生的 是的 那我觉得这个事你就聊呗 你就说你 你觉得想买一个市中心的房子这样的话 好好好去对对碰呗 好嫁人呗 就这样讲呗 聊着试试看 把你的素就抛出来看看他们的反应 有聊过 有聊过 当时就是反应就是比较不高兴 我爸妈就比较不高兴 就是我有跟他说 我说为了对对碰 就是说 我说如果你们能给我一套市中心的房子 那我就保证今年我就把自己给嫁出去 就是这样 但是他们反应好像不太高兴 就是说你该结婚还是得结婚 这跟房子没有什么关系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另外有 我们家里有一些拆迁的房子嘛 他们会有分一点 但是我感觉这样子也两个 两边都加起来都抵不上一套市中心的房子 那就放弃吧 就放弃嘛 就不能从家里这方面着手嘛 因为我想了一下我以前 就是说从以前我觉得 对我投入最大的还是家里面 我觉得说实话 在你的这个问题上 它是一个绝对利益问题 在绝对利益面前 其他的东西其实都有点扯淡 你也知道你跟你父母之间到底是个怎么回事 对吧 他们心里有他们的算盘 在绝对利益面前 你去拉情绪什么 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就不强求这方面了是吗 对的 我觉得啊 你真的是 你自己其实生活的这个环境挺水深火热的 真的应该好好地考虑一下自己正米的能力 对 对对碰呢 什么对对碰咋了 就是你说想想好像自己正米的能力 但是对对碰这块呢 对对碰这块的话 你能匹配的人也没有你想的那么高呀 嗯 那你说你们家就这个情况 而且能分到你的这么少 那你能找一个同等家境的就不错了呀 嗯 同等家境的 好了解了 这个我就了解了 就是好的谢谢 谢谢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就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evee 或者是预约连麦 或者是想要学习那个哼哼唧唧 晚上十点半的 class的宝宝们啊 左上角头像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 跟你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思 我们下播以后一回复大家 来下一个 哈喽 哈喽 你是闺蜜圈是吧 对的 好 你说 是这样 我连麦就是想 请曲曲帮我分辨一下 我现在这个男朋友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实在是说不清楚 就比如你们说的那些皇帝男什么的 我觉得哪个给他安身上都不太像 然后 我说下我的情况 我29岁未婚 然后 目前是没有工作的状态 因为在准备想出去读书 然后他呢 比我大16岁 扯了快乐症 然后有一个男孩 明年高考 就是说 然后上次也是寄宿学校 就这一点倒不太影响我们 为什么我这边断了 你听得到吗 听得到 然后 他是金晶行业 然后 一年可能就是200个左右吧 然后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觉得我心态有点 心态有点不稳定 就是平时他对我都挺好的 然后可能只要是我喜欢的想买的 他都都能满足 但是现在就我知道他每个月要给前妻这个两万块 而且他前妻也不管不管不管小孩 这个跟我跟他刚认识就是出对象的时候 他不是这么讲的说都是他前妻管 然后再加上我最近看了他微信 然后有一些 就比如说他去年成立了公司 然后那个就是公司这些账户密码全都是他前妻的生日 所以我现在就 我现在就有点 我不知道应该该怎么办了 你是要跟他结婚吗 我不知道该该怎么跟他往下走 然后因为我们俩现在因为这个钱的问题 就是他觉得他已经为我付出很多了 然后前两天吵架的时候他跟我说 他说 就可能他会觉得我有一点经常给他提问题 就经常找他麻烦 但其实只是我想跟他聊一下沟通一下 因为我们两个相处快两年了 就这样一个情况 你们相处两年了一共付出多少呀 也就加起来150个左右 加起来150个左右 他自己什么身家水平啊 什么收入量级啊 他固定的那个薪资可能一年税后就100个 然后因为他是金晶有一些额外的 所以加起来可能就200左右 我不知道我了解的全面 我了解起来是这样的 你自己什么收入水平啊 我自己现在是没有工作的状态 对对对 你自己家里呢 是因为最近在准备读书 我家里就非常非常非常普通 然后是离异家庭 然后就没什么家庭背景其实 然后我现在是在这个一线城市 我自己家庭是五六线城市 然后我自己是在老家有套房 我自己在老家有个房 我车 我三十岁 三十岁 对 之前是一直有过过的 现在是因为准备读书 所以说是这样子的啊 如果说你想跟这个男的往下除 那么你就得接纳他的现有情况 他的过去 这个男的一年就挣这么多 他能给到你的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也耗不出来更多了 以你的水平来说 你说你在现阶段的基础上 想要去找一个更多的吧 也挺难 是 所以其实我是想找 就是想本本分成过日子 然后结婚生子这样 如果说你把他的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给他钱 不是不沟通 是你这个 人家说白了啊 就是他认为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你懂吗 我已经给你付出的够多了 这是我心态的问题 对吗 我没摆正 我也觉得 我已经给你付出的够多了 我给前面的那就是一个基本的 我认为我该做到的东西 你只管我跟你的相处 为什么你的手要插那么远 我为什么要跟你交代 现在它是这么个逻辑 是 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比较没安全感 就是没有抓手 我也知道我自己的情况 然后 可能有一点好高骛远 或者是 你不是马上要读书是不是 对 你是哪读书 可是那个 我新考的那个语言成绩又不是很好 我能升的那个学校的 QS排名也不是很高 所以我现在就很纠结 你在国外读书要读多久 一年 我跟你讲 在一年之内可以迅速锚定一个对象 这个人就 反正就挺鸡肋的 知道吧 你要跟他处吧 他已经尽力了 他已经尽力了 但是如果你有机会 再往上跳的话呢 其实你要出去读书 这个事已经是你最好最好的跳板了 我觉得是这样 你能在一年之内锚定一个好的对象 能够 你在哪个国家 去哪个国家 去英国 英国这个国家也非常好 如果说你能在英国迅速的锚定一个好的对象 能够留下来 这个是你更好的选择 你别管刚留下来的时候苦一点累一点干嘛 这个无所谓 但是呢 这个人就可以算了 如果说你这种 说白了啊 什么这也考不明白 那也考不明白 到时候你这个向上生长意识又不是很强烈 到最后又又又又又又留不住 那你也就认知到自己的水平就这样了 也就不要 自己做不到的事就不要强加于他了 对 其实我现在就是认知到我自己 就是一瓶购买半瓶购 然后 我甚至知道其实我读了这一年也比较水 回来其实找个工作 回来是没有对你没有附加值的 好吧 这个东西出白了 让你读 就是让你在那边找机会 不管是工作的机会 还是嫁人的机会 这个机会 卯住了也就卯住了 你要卯不住 也就认知到自己就是水平差 就是不思进取水平差 那你回来你就好好跟人过 你也别对别人有要求了 别人能挣到的你也挣不到 别人能给你的你也挣不着 你还不如就认知自我 知道吧 就是如果我想找他这个条件呢 就我就 我就不能管太多 就他 他高兴了给 拿多少 就是 小姐啊 不是你能不能管太多 是别人已经把能给你的给你了 他就这么大个尺子 好吧 好吧 还有问题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沟通 就是那那你就我就认准他了也可以 但是两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 然后 可是他就是回避 勾通个毛啊 不沟通 你就跟自己说 我没资格问 结束 好吧 好 知道了 谢谢 拜拜 拜拜 你们就是也是这样的呀 你要有一个权益 你也要有相应的价值啊 你没有相应的价值 你要什么权益啊 吃别人的 用别人的 喝别人的 住别人的 指着别人的生活费过生活 指着别人给你提供费用出国 你还能够要求这个 要求那有花 有啥好要求的呀 要求个毛线呢 你们这是遇到的脾气好的男的 知道吧 他只是跟你回避沟通 这是真的 真是脾气好的男的 还认你拿捏了 这属于是 还跟你回避沟通 回避沟通还是继续付 继续花米 这要是我的话 我要是那个男的 我早得给你整服了 我跟你说 我少跟我提要求 搞不搞得清楚自己经济量 摆不摆正位置 我就开始经济制裁你 知道吧 你们 真的 我要是个男的的话 你要是 搞不清楚自己的情况 上来跟我一二三四五 我就开始经济制裁你 我就把你的水一断 你再跟我沟通 你对着墙沟通 跟我沟通 你写个检讨 再来跟我说话 这是 知道吧 这是你们老是去要一些 自己没有资格要的权益 我说不知道你哪来的 哪个方位的 来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经贵的关系 进经贵的社群 找我们一一预约连麦 或者是想要学习哼哼唧唧的 晚上十点半的class的宝宝 左上角头 向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 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思 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 来下一个 哈喽你好 谢谢你好 听到吗 你说 你这个太吵了 你环境音太大了 也听不见吗 这样可以吗 好 你说 我是很早听你个人成长的 一些片段的时候 这个注意到你的 所以一直就接受那么长时间 然后觉得真的非常雌雄同体 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女生 我自己本身呢 40家 最近两年呢 在一个很不恰当的时间里面 选择自己创业了 那么当然也是在这段时间情况不是特别好 就是家里面呢 跟我们家的那位呢 也是因为其他的一些问题 我们就是这个围城也基灵要 就是基金要崩溃 那么在那里那段非常这个危机的时候呢 就在我这个工作圈相关的这个 这个朋友圈里面吧 我就认识了两位大佬 那么其中的一位呢 刚开始就知道我这种情况 其实开始也只是 跟我聊天啊 疏导啊 这样跟我聊天啊 这种情况 也让我没有防备了 那从那 从那之后开始 他就开始疯狂的追求我 差不多到一年了吧 大概付出有 300个W 多一点吧 但是呢 因为他也是一个很典型 就像你讲的 他是身家大概已经有上几百个小目标吧 但是一个典型的剧内 他对外宣传也是 实际上也是 剧内 就是实际上所有的这个权力都是没有的 就是经济上的权力都是没有的 但是他 按照他说的 他有一些 就是通过投资 小姐不好意思啊 你这个太吵了 来你换个环境再来 太尖锐了 你一把我的人都搞掉了 太尖锐了 你先换个地方再来连 故事是个好故事 故事是个好故事 但是这个环境音太差了 全是鸟感觉 哈喽你好 喂哈喽 可以听到吗 吵不吵 你说 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 我是31岁 然后在本市房产两套 车子一辆 哈喽我听不到了 哈喽哈喽 不要退出哦 哈喽 听到了吗 不要退出啊 好了吗 我在本市是房产 有两套车子一辆 然后存款 存款有200多头 在了一家实体店 然后现在每个月 固定是5W左右 然后未来的话 电实体店会 再去开分店 能固定到10W左右 然后颜值大概有7-8分 然后综合在当地同龄人的话 属于是中上等 然后朋友饭局 现在认识现在的这个男朋友 他是金金行业 每年大概是3-5W 目前他是围城内 等一下 金金行业每年多少 3-500 3-500 目前他是围城内 并且是第二次 因为第一次他围城的孩子 今后都不允许与他往来 现在第二次呢 是属于他被迫代求后领的证 并且对方 他现在第二次围城的这个 对方是YC出来的人 然后孩子现在两岁 他一直没有告诉父母 现在的这个事情 然后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说会跟对方领快乐症 并且我们认识了 由9个月同居 一共4个多月 到现在陆续给我付出 20多个W 并且对我工作上 是有实质性的帮助 从和他认识到现在 他和现在的这个对方 因为是异地 然后半年没有见过面 没有沟通联系 因为他们之前也没什么感情基础 除了现在的转账生活费上面 微信那个地球号上面 有一些简短的联系 我现在想问的问题是有三个问题 第一 我们因为他领不领快乐症 什么时候能领快乐症 这个事情已经有过发生争吵 现在也发现了 他与其他女人发生关系 并且可能还是YC的人 慢一点 慢一点 不要违规 然后发现他与其他人发生 那个 对对对 现在往后说 往后说 可能也是这样场合的人 然后现在我是打算跟他分手 然后现在已经锻炼了 有一周吧 中间他发过两次微信 只是简单的问我身体情况呀 最近怎么样 我都是简单的回复 我现在人的情绪已经冷静下来了 但是偶尔就是情绪上面 思想上会跳 就跳的会想去 有冲动想去 因为心理不平衡嘛 想去他爸妈呢 会告诉他 他现在这个情况 他这个第二次 孩子也好 对方也好 是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他父母是 搭苹果 肯定是不能接受他这种情况 但我现在属于是 被他背叛 我们俩现在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因为他第一次围城的时候 对方的家族也是非常大的苹果 他跟我说的是 因为当时对方太强势 对他父母不好 导致他没有自我价值 两个人不慌而散的快乐症 然后这几年 他的常态是一直在出差 并且每次都会去YC这样的场合去应酬 他实际上属于是第一次在围城的时候 应该是被精神上打击过 他说 就对方很强势啊 让他没有价值感 然后这个人是不是属于一种多偶 然后他的生活里面 以后会不会就是离不开 YC这样的女人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 我现在应该怎么解决这个办法 这个男的就是个垃圾 是个臭妈布 这男的明摆是个臭妈布 这个男的他是属于底层品格有问题的人 品性极差呀 品性低劣呀 他属于是这种 你在讲完他的第一段跟第二段的这个关系的时候 这个就非常清晰了 你怎么能够指望你是一个什么特殊屋的人呢 我的妈呀 你指望你是属于我二的那一个 这个人他品性低劣 什么样的情况下 一个妈妈会完全禁止这个男的跟他的孩子往来 只能说明这个男的极其稀烂 懂吗 他跟你讲的故事这也听 这也能听 他跟你讲的故事都是利于他的版本的 但是你要基于事实做判断的 你不能基于他的语言做判断的 这个男的他的事实就是第一段 围城关系已经被他的妈妈禁止见小孩了 这个就是代表他品性极其低劣 然后第二段关系被一个什么YC的女的 然后搞代球上位 代球上位就算了 而且他还在围城之内 然后又出来搞三四五六七 然后跟你这个不知道几号人物 然后还在搞乱七八糟 就这个人他整个是个品质低劣的人 这种人就是个臭妈妈 你还在琢磨啥呀 因为他现在是对我工作上面 有一个实质性的帮助 我实体店里面有一些实际性的系统上的东西 都是他在做的 他在操控的 如果说我现在精神上是已经完全脱离他 是不想跟他再有关联 然后包括 我就是实质上的东西我都不需要他补偿我 但是我今天有给他发微信 我说你帮我 你什么时候有空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我 因为他一直答应我 在我们俩就是已经快要闹崩的时候 他是答应过我把这个东西交给我 交会给我我自己来操作 然后但他不回复 然后人呢已经就是回避了有一周左右 然后他的东西也都在我们家 现在属于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搞得我很被动 但是虽然我是想跟他分开 这个事别人就干不了了是吗 只有他能干 对因为他给我做的这个系统只有他一个人会 OK蛮简单 那你就跟他说 我现在就在你爸妈家门口 你要是不把这个事情交给我 那么我就去跟他们说你的情况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 你做这个动作只能赌 看他怕不怕 但是我明确告诉你 就算是你把所有的东西告诉他父母 最后他也不会受到影响 是这样 你可以拿着这个事试一试 但是这件事归根结底 最终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影响 这个就是终局 好吧然后就是你就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 就是他不会再帮你搞这个事情 你也你也没有办法 你只能再重新搞 嗯行好我知道好吧 好谢谢 就这样拜拜 嗯拜拜 我告诉你 一个男的呀 他的品行能差到这种地步的 必然是受到了他的家庭环境所影响 知道吗 正常来讲 如果他的家庭啊 很有爱 对不对 哎所有的都很和睦 大家都很善良 很这么的这个那个的话 他再差呀 他的底线还是高的 但是当一个人 你们就像马斯克 知道吗 他为什么可以对女人这么的差 你再反观他第一 他一定是能够归 能够归因的 懂不懂 你们不要指望 这个男的他已经品性低劣到一个地步了 他能够有一个什么特别高尚的父母 他很难 明白吗 很难 他多多少少一定是有一些列根性在的 这个东西就引射到了他的身上 然后植入到了他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中 他才会这样的 明白吗 他一定是有成因在的 正常来讲一个 这家和万事新的家庭 他怎么可能一个人他能卑劣到这个地步呢 这个人他已经是属于非常的卑劣了 就是 就是品性极其恶劣了 知道吗 他已经是属于这个 里头的了 所以你们有的时候拿这个东西呢 你只能吓唬吓唬他 你吓唬吓唬完事 但是如果他根本就不怕你吓唬情况下 你就算把这个事曝光的再大 他都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你别说是给他 别说是让他父母知道了 你今天就算是在网上发个文 他都不会怕你的 他没违法了 对不对 他没觉得有个什么了 对吧 你像马斯克他怕别人说他 对老婆不好吗 他怕个鬼 他没觉得这有个啥 他觉得跟他爸比起来 他已经是个正人君子了 你明白吗 他是这种心态 来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点关注 没有加粉丝牌的 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 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 或者是预约连麦 或者是想要 参加我们明天晚上 这个哼哼唧唧 可辣斯的宝宝们 左上角头上 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 给你们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 思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 来 再连一个 最后一个 刚刚那个吧 我就要连刚刚那个 刚那个故事好 我要把刚刚那个听完 人呢 没连上吗 他叫啥 弯弯 弯弯人呢 怎么没连上是打回事 在不在 在不在呀 最后一个名额就留给你了 你能不能争点气 一定要在一个人的行为当中 推断他的人品 推断他的人格 这样你看人才看得准 知道吗 我听不到啊 弯弯你挂一下 你重新连一下 我听不到 你挂一下重新连一下 知道吧 这样你看人才看得准 千万不要被一个人 对你短暂的一个语言 跟情绪所影响带跑篇 一定要看他整个人生当中的 行为轨迹 我告诉你 人品好的人呢 他有些事 他再怎么样 他都做不出来 他再怎么样 他都干不出来 知道吗 他在再极端的状态下 他都干不出来那样的事 这个是他的底线决定的 哈喽你好 你好 你好 现在好一点了吧 好你说 好 我刚才说了 基本上 我们相识之初 那么我们差不多到现在为止 应该有一年左右了 那么前段时间呢 因为我自己个人工作 各方面原因 稍微有一些低落 那么 就是在一次见面中呢 我稍微谈 就流露出了一些需求感 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有一个 比如说明确的未来啊 或承诺啊 什么 我觉得也挺蠢的 结果呢 他就在那一刻开始 就情绪发生了一些 就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么他的反应呢 就是因为他知道当时 还有另外一位 跟他差不多身价的大佬 也在追求我 但是人家比他好的条件呢 是因为人家是单身 那么他觉得我是想要一个真正的港湾的 那么所以他在那个时候 他就觉得 有可能觉得不信任我了 他觉得以此在要挟他 因为他开始也说的比较清楚 就是 我们不可能 犯了大计了 就是那个结果 也就是属于是采尾 犯大计了 对 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他就保持一种比较乌龟的状态 就缩起来了 那么 那么以此就我们俩就特别冷淡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 大概冷战了一个多月吧 那我其实也就想放弃了 我也没有主动在找他 但是最近呢 他又突然还是回来找我 那我就找了一个机会吧 我说我现在需要有一个 读商学院或者是投资 这么一个要求 我就基本上属于最后通牒了 结果呢 他就只给了我一半 然后另外一半呢 还在跟我拉扯跟推拉 因为在那之前 他说过要成就我事业上的很多东西 因为各方面因为主观 因为客观的原因都没有成型 所以我就突然求几次 把原来的那个尺寸 缩到非常小了 我就觉得以此也想看看他的成因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拉扯 时间也很长 对我来讲 我觉得我的精力跟心力 可能是最大的浪费 我不想再跟他这样下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他给了我这样子的一个反馈 就是还在拖着我 然后另外一半呢 也没有给我 那么另外一位大佬呢 确实对我也还不错 但是也等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其实人家也有一点 就是意味比较淡了吧 所以我现在就是也很迷茫 你可以帮我看看吧 就这个人呢 刚开始我觉得 他应该属于是这个 薄乐男性之的 就在这个事业上是可以帮到我 但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呢 我觉得其实他也没有给我资源 也没有给我所谓的人脉 因为他是很爱惜羽毛的人 他是不会让我们的关系 甚至我这个人出现在他真正的 这个朋友圈里面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实质上的东西呢 他应该现在又开始 这个移居内啊 或者是各种方面的借口 我当然我也清楚了 对于不愿意付出 但是就这么牵扯着我 所以我想要么就推动 要么就斩断 我也想有一个了结嘛 或者是说 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能够推进一下这样子的关系 当然还有另外那位也不错 但那位是很典型的 这个 他是想尽为尘的那一位 但是年龄比较大 其实身价他们也差不多 但是那位的表现 是有点皇帝男的意思 就是说非常强势 非常大男子主义 那其实我内心还是比较 也是比较 有点小大女人吧 所以我也不一定能确定 我们真的能够很好的相处 但跟他在一起 我们俩这个情绪价值方面 方面还是比较匹配的 开始这一段时间 所以说这就是我的这两个问题 这个第一个是选择 第一个是这个 这个A男的 不要反复 不要反复 哎呀 一个信息说一次就行了 我跟你说 你这个事情就是用行动 推动决策 知道吧 当你在这两个人里面 徘徊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二号在这个地方 让你徘徊嘛 对吧 所以你先给二号抛出架码 看他做不做得到 如果他能做到 你一号就可以直接抛弃了 你就不用纠结了 你无非只是说 你对你喜欢一号一点 没有那么喜欢二号 没有那么喜欢二号 你就把价码略微提高 他能做到 那么你就跟他好呀 就不用纠结呀 因为你一号二号 他根本就他不对等 因为一号是个围城内 二号都没围城 其实他能给你的更多 只是说你现在这一步纠结嘛 你既然纠结 你就用行动推动决策 你给二号开架就好了 这就是你在二则一 怎么选的问题 你这个一号 你已经是犯大忌了 那他是伯乐男 没毛病 但是伯乐男不是说 他一定要给你什么资源的 而是当你以资源型 或者说以成长型 为开口的这个口子的时候 他能够做 这个就是伯乐男 因为他不一定能 真的帮到你什么 但是起码他不妨碍你去长翅膀 这个就是伯乐男 当你想长翅膀 我要学习 我要投米 我要做生意 我要干嘛 我能从这个口子上 能够让他投入 那么他就是伯乐男 只是说每个人 他的能力板块是有限的 我觉得我的要求 也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 所以我不知道说 他这个是真的 他不愿意呢 还是说他真的 你不不不 你觉得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 不一定真的在他能力范围之内 有因为他的大部分的能力 和和所有的成果 来自于另一半 对 他是要有心无力 懂吗 我老说的 我想考清华北大 但是我考不上 那不是 那不是我没努力 是能力有问题 懂不懂 我觉得凭他的身家 是不应该的 这是很小的一个问题 那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身家跟这个没有关系 他不能够给你去 引荐他的社会关系 因为他这个事不能穿 因为这个事一旦穿了 所以他的影响会非常之大 你这会又是 在这屁股决定脑袋 你还有什么问题 那看来没有了 我看 好 还是不用想太复杂 就是如他说的 对啊 好吧 就这样啊 好 拜拜 谢谢 你们但凡是真大佬上来的问题 我绝对给你们弄得明明白白 你们但凡是真大佬 我都给你弄得明明白白 你们一下沉 我就开始崩溃 我脑子就开始嗡嗡嗡嗡的作响 你知道吧 我就觉得完了完了完了 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我就感觉在念经 在念经 你们但凡是真的是大佬的人 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接触的多 他一二三四五 我基本上就 可以把脉 但是一下沉我就疯了 我真的听不明白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走上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就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想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我们金贵的社群 或者是找我们EV 或者是预约 下一场连麦啊 的宝宝们 左上角头像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跟你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 后台撕我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然后我们明天晚上十点钟呢 会有一场这个 一个小时的一个哼哼唧唧 十点半class的一个直播啊 是直播 而且是没有录播的 也是没有回放的 所以说必须要报了 那么明天到 就准时准点的来看 然后这个直播呢 是199米啊 然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那个圈圈里面去观摩 好不好 这个我要看我们这一场 是不是做得好 这一场做得好的话 那么我们后面会每个月 给大家推出一次 好不好 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 好了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到圈圈里面去报啊 下播了 拜拜 拜拜 我全干货啊 全程干货 那个我们这个199的 我们但凡是收费的 全程干货啊 好拜拜 拜拜 拜拜